第三百八十一张小魔女瑟琳娜 而就当薛安还在精灵匿境中的时候 伦敦一名手扛着棒球棍 留着双马尾 画着浓重眼影 上身穿着修身T恤 下面穿着一条比基尼短裤的女子 慢慢悠悠地走到了酒店门前 她先抬头看了看酒店的大门 居然闻到了卑贱的血奴的味道 应该就是这间酒店了 女子吹破了一个口香糖泡泡 淡淡地说着 从她身后的阴影之中 两个衣着严谨如绅士的男子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无奈地说道 斯琳娜 你好歹也是一位血族侯爵 能不能不要将自己打扮得像葛切尔西的小混混 斯琳娜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冲着男子竖起了中指 马库斯 你信不信你要是在用这种迅捷的语气对我说话 我会很乐意地将你的翅膀揪下来烤着吃 说吧 他便扭动着纤细的腰肢 满脸嚣张地走进了酒店之中 后面的两个男子互相看了看 其中一个男子苦笑道 马库斯 我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用对待一般血族的态度来要求他 这个斯琳娜男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这里可能有点毛病 话音未落 棒球棍带着尖锐的风声飞来 正砸在这个男子的头上 男子被砸得倒飞出去 脑袋上赫然出现了一道伤痕 不禁尖叫道 斯琳娜 你TM简直就是个疯子 多谢夸奖 斯琳娜头也不回地说道 他款步走到了酒店大厅之中 冲着满屋子目瞪口呆的人一笑 女士们先生们 很抱歉 这家酒店打烊了 请赶紧滚蛋 她的话引来一阵骚动 很多人都惊诧地看着斯琳娜 两个保安更是快步走来 这位女士 请不要在此喧哗 否则我们 话音未落 两个保安的脑袋便轰然炸开 鲜血伴随着尖叫声一起出现 所有人都瑟瑟发抖 斯琳娜却嚼着口香糖 神经质一样地大笑起来 真是美妙的尖叫声啊 现在我猝三下 如果三声之后 还有人没有离开 那么下场就跟这两个保安一样 一 斯琳娜淡淡淡地喊道 这些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 全都满脸金黄地往外跑 甚至女人们连风度也顾不上了 直接扔掉了高跟鞋 急速地往外跑去 只是到了门口楚 却全都挤成了一团 到处都是哭泣和尖叫声 三 斯琳娜却直接喊出了三 然后微微一笑 很抱歉 看来众位都没有离开 那么就让我来收割你们的血液吧 说着 斯琳娜的双眸变得血红 三对翅膀自身后伸展开来 强大的气势笼罩了全场 那两个男子此时也已经来到了酒店之中 见到斯琳娜献出翅膀 不禁有些气急败坏 该死 这个女人又开始发疯了 难道她想把这些人都杀光吗 这可是会引来光明教会的 斯琳娜却根本不在乎这些 正准备对这些人类下手 班尼迪克听到了响动 已经赶了过来 可当她一看到斯琳娜后 吓得浑身一颤 转身就想跑 斯琳娜唯唯一笑 卑贱的血红 见到了我还想跑吗 说着 她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冲了过去 将班尼迪克直接摁倒在地 班尼迪克吓得浑身都在颤抖 尊贵的侯爵大人饶命 斯琳娜咬着自己的下嘴唇 慢慢俯下身 在班尼迪克耳边说道 告诉我 杀死公爵的人在哪里 我可以让你死得快一些 班尼迪克刚一犹豫 斯琳娜一用力 咔嚓 班尼迪克的手臂便被声声掰断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我很高兴 你居然没有告诉我 班尼迪克终于想起了什么 经据至极的惨户一声 你是小魔女瑟琳娜 瑟琳娜微微浅身 优雅地说道 很高兴 你居然认识我 我会将你当成最好的玩物的 慢慢享受下面的游戏吧 想想念念 我们该走了 回头再来找贝拉玩 好吗 安言说道 想想和念念撅着嘴巴 不麻 我们还要和贝拉小姐姐玩 依莎贝拉更是恋恋不舍地牵着他们两个的手 作为精灵匿境中唯一的孩子 他已经过了太久孤单的日子了 想想和念念着两个玩伴的出现 让他找到了久违的欢乐 自然舍不得让他们走 安言有些为难地看了一眼薛安 薛安笑了笑 蹲下身看着两个小丫头 那爸爸和妈妈可要走了哦 你们还要在这里玩吗 两个小丫头有些犹豫 正在这时 精灵母神克洛里斯出现 公声道 大人 就让他们两位小姑娘在此玩也好 我克洛里斯保证 不会让他们受到一点伤害 说着 两枚光点漂浮在空中 大人 这是这处秘境的印记 您和夫人带着他 随时便可以回来 去安看了看安言 然后点了点头 两个小丫头高兴地蹦了起来 爸爸妈妈 你们去吧 不用担心我们两个了呢 薛安笑了笑 分别摸了摸两个小丫头的脑袋 好吧 那你们在此玩 爸爸过两天就来接你们出去 嗯嗯 两个小丫头点头 依莎贝拉更是冲薛安身失忆礼 感激地说道 大人 我和想想念念是最好的朋友 一定会照顾好他们 薛安带着安言和昆蒂娜 在克洛里斯的巷 送下出了精灵秘境 直到回到了伦敦街头 安言依然有些不太放心 老公 这样行吗 薛安一笑 放心吧 这些精灵本性都很善良 而且两个小丫头也不是我们的附庸 他们正在渐渐长大 总会有自己的朋友和伙伴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话虽然这么说 可安言总觉有些失落 有些不习惯 毕竟从他回来之后 两个小丫头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身边 薛安笑了笑 覆在安言耳边轻声说道 再说了 我们从回来后就没有度过自己的二人世界 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难道不得好好享受一下新婚蜜月的旅行吗 安言的脸疼就红了 轻声道 你早就已经这么打算好了 对不对 薛安笑兮兮地点点头 大坏蛋 安言清脆了一声 然后也幸福地笑了 两个人在前面幸福地撒着狗粮 昆蒂娜在后面跟着 一脸的羡慕 第382章写足密文 突然 昆蒂娜面色一变 转头看向了远处 怎么了 安言发现了异样 不禁问道 昆蒂娜身上血气涌动 面色铁青 主人 有人正在对我的血奴下手 班尼迪克 薛安淡淡道 是 而且应该是很强悍的血族 昆蒂娜审声道 薛安眼前一亮 嘴角上扬 淡淡一笑 等了这么久 终于来了 与此同时 在酒店之中 一声声犀利的惨叫从房间内转来 马库斯两个人在外面听得也不禁面色发白 要不要去看看 不然瑟琳娜这个疯子很可能会将这个血奴活活折磨死啊 要去你去 我反正是不敢招惹这个疯子 可这个血奴要是死了 那线索可就断了 还怎么找杀死奥尔丁顿公爵的凶手 两人正在外面商议 房间的门开了 瑟琳娜满身是血的走了出来 并且还贪婪的舔了舔嘴角的血珠 这感觉真是舒爽啊 瑟琳娜长叹一声 满脸回味地说道 问出来了吗 马库斯皱了皱眉问道 问什么 瑟琳娜一脸的莫名其妙 废话 当然是问杀死奥尔丁顿大公爵的家伙 现在在哪里啊 瑟琳娜争了争 然后嘿嘿一笑 不好意思 只顾得享受了 这件事我给忘记了 什么 马库斯尖叫一声 那你在里面拷问了半天什么 我只是和他玩了个游戏而已 瑟琳娜点燃一颗香烟 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这个该死的疯子 马库斯怒吼了一声 推门走进了屋内 里面的景象让见惯了血腥场面的 马库斯都感觉有些恶心 天哪 瑟琳娜到底干了些什么 吃人来嘛 马库斯嫌恶地说着 看向床上的班尼迪克 此刻的班尼迪克 已经化身为一滩血肉模糊的烂肉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血奴 估计早就已经死了 可血奴超强的生命力 却成为瑟琳娜折磨他的最好工具 你们到底要问什么 我现在都告诉你们 然后请将我杀了吧 班尼迪克已经瀕临崩溃的边缘 很抱歉先生 让你受到了些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只想知道 是谁杀死的奥尔丁顿大公爵 以及塞西尔侯爵呢 以及凶手现在在哪里 听到这句话 班尼迪克浑身一颤 然后满脸惊恐地看着马库斯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马库斯微微一皱眉 很遗憾 血奴先生 既然你还想着抵抗 那我只好继续让瑟琳娜和宁度过 接下来的美好时光了 班尼迪克喉咙里突然发出了咯咯声响 然后鲜血从嘴里涌出 瑟琳娜冲了进来 冲着马库斯怒吼 该死的 你差点毁掉了我的玩具 说着 他冲上前捏开班尼迪克的嘴巴 熟练地将班尼迪克自己咬断的舌头 抠了出来 被鲜血堵住的气管恢复了畅通 班尼迪克却满脸惊恐地看着瑟琳娜 屋里哗啦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瑟琳娜神经直地笑着 然后将自己的一滴鲜血 滴进班尼迪克的嘴巴里 血足喉绝的鲜血 让班尼迪克嘴里的伤势迅速复原 连舌头都重新长了出来 我很好奇 你不过是一个卑贱的血模 到底在顽抗什么 不过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兴奋 真是极好的玩具啊 瑟琳娜满脸猙獰的笑道 惨叫声又一次响起 马库斯脸色有些发白地退出了房间 冲屋外的同伴一耸肩 我发誓 下次我绝对不会跟这个疯子一起执行任务了 话音刚落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酒店的墙壁轰然倒塌 震动之下 烟尘四起 马库斯等人正在发愣的时候 缺安自烟尘之中慢慢走出来 看到马库斯等人后 唯唯一争 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居然只是两位血族侯爵 没意思 马库斯这时候才恢复过来 盯着紧随学安之后走进来的昆蒂娜 目光闪烁 你身上有塞西尔侯爵的气息 他是你杀的 昆蒂娜点点头 没错 那这么说 连奥尔丁顿 血安唯唯一笑 那是我杀的 马库斯神情一鸣 而这个时候 斯林娜也已经冲出了房间 见到他后 昆蒂娜也不禁惊叫一声 小魔女 斯林娜 斯林娜用满是鲜血的手 将自己的双马尾往上提了提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我的承认 你的血奴十分的不错 居然能在我手下坚持到现在 昆蒂娜面色阴沉下来 这个小魔女在写族之中 可谓十分的有名气 虽然只有侯爵实力 可因为做事疯狂无比 让很多人都闻风丧胆 更重要的是 她还是写族议会中 一个大人物的德利手下 这样的存在自然不容小区 而这个时候 斯林娜已经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眼神逐渐变得贪婪而兴奋起来 真是完美的身材啊 如果将你制作成标本 我主一定会很喜欢的 这个女人也不错 当做玩具奉献给我主 她也一定会重重奖赏我的 呵呵呵呵呵 不同于她的疯狂 马库斯等人的面色 却变得凝重起来 毕竟 薛安能杀死一位大公爵 实力绝对不容小区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真是个肮脏的种族啊 说着 薛安也懒得和这些人废话 迈出一步后 无数剑芒浮现于半空之中 这一幕让马库斯为之一惊 然后京剧地喊道 快用秘文 瑟琳娜黑黑笑着 甩出了一张羊皮纸 他们之所以敢以 侯爵的实力来追查这件事 完全是依仗着写族议会 给他们颁发的这纸秘文 上面封存着一位写族亲王的一段真言 可以轻易地击败一名大公爵 乃是写族议会无上权势的象征 羊皮只在空中化作一道血色长帘 瑟琳娜兴奋地尖叫起来 我主在上 聂沙尔等 说着 他握住长帘 指轰薛安等人 长帘之上散发着浓郁的死亡气息 让人为之淡寒 昆蒂娜已经连退好几步 依然无法面对这带着写族亲王气息的至强一击 去死吧 瑟琳娜宁笑着说道 第383章我从不恐惧 长帘所过之处 渐忙渐刺陨落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纤长的手穿过层层血光 直接握住了这柄血色长帘 瓦库斯等人全都一惊 怎么可能 这血色长帘乃是写族亲王的惊血所化 无坚不摧 怎么可能会有人能单手握住 瑟琳娜也不惊一争 薛安却只是微微叹息了一声 就这样吗 真是没意思 说吧 她手掌一用力 咔嚓 这柄血色长帘便被薛安硬生生捏碎 而后在马库斯等人惊骇的目光中 薛安弹指轰出 瑟琳娜就如同被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撞上一样 直接倒飞了出去 砸碎了三堵墙后 才堪堪停住 马库斯两人浑身一颤 身后的翅膀陡然伸展开来 就要逃跑 薛安一挥手 两朵洁白的火焰便沾染在二人的身上 两人惨叫一声 这火焰便熊熊燃烧 将这两个血足化为了虚无 而后薛安慢慢走向废墟中的瑟琳娜 此刻的瑟琳娜 浑身的骨节都被薛安弹指击碎 疼得她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可脸上却满是兴奋之色 你果然很强大 瑟琳娜微笑着说道 薛安淡淡一笑 你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呵呵 恐惧除了让人懦弱外毫无用处 因此我从不恐惧 瑟琳娜的眼中闪烁着兴奋和癫狂的光芒 薛安这时候也注意到了床上遍体鳞伤的班尼迪克 微微一皱眉 这是你干的 瑟琳娜不以为然的点点头 没错 一个卑贱的血奴而已 不过她倒是很坚韧 居然到最后也没透露你们的去向 薛安笑了 卑贱的血奴 很好 我本来想杀你的 但现在 我改变主意了 然后薛安指了指床上的班尼迪克 我想 你应该会很喜欢你的这位新主人 什么 瑟琳娜瞪圆了眼睛 我是说 薛安顿了顿 微微一笑 既然你对血奴如此的瞧不起 那么你就奉其为主吧 薛安的这句话让伤势正在逐渐恢复的班尼迪克浑身一颤 大人 瑟琳娜更是如同听到了什么大笑话一样 嚣张地大笑起来 奉其为主 我 乃是高贵的血族侯爵 居然要我奉一名血奴为主 你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薛安已经一直点在了瑟琳娜的额头之上 而后一缕微弱的光芒便出现在了薛安的手中 薛安随手一扔 光芒便飞入了班尼迪克身上 随着光芒的飞入 班尼迪克浑身的伤势开始急速恢复 整个人的气势也节节攀升 而瑟琳娜此刻也从灵魂被抽离一部分的剧痛中心醒过来 幕后道 你对我做了什么 薛安淡淡道 自然是让你奉她为主啊 现在你的灵魂已经握在了她的手中 她让你生 你便生 让你死 你就得死 明白 瑟琳娜浑身一颤 从未感受过恐惧是什么滋味的她 心中终于被恐惧所占据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玩弄一位血族侯爵的灵魂 我不相信 薛安却没搭理她 而是冲着一脸茫然的班尼迪克一笑 现在 她属于你了 她所加诸于你的 你现在都可以报复回来 班尼迪克看了看浑身都在发抖的瑟琳娜 一种玄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就好像自己一个念头间 便能让其魂飞魄散一样 这种感觉瑟琳娜也感受到了 只是在她的眼中 班尼迪克犹如天神一般 高贵而不可侵犯 昆蒂娜唯唯一笑 班尼迪克还不谢过大人麻 她这是在为你复仇啊 班尼迪克一颤 立即恭敬地跪下 谢过大人 缺安淡淡一笑 转身往外走去 同时轻声说道 别玩死了 留着她一条命 我还有用 是 班尼迪克恭声应道 然后转头看向了瑟琳娜 脸上渐渐浮现出很力之色 大人所说不错 你所加诸于我的 今日 我便都要你加倍偿还回来 惨叫声在一次从房间中响起 而薛安已经领着安言 在另一间屋子里喝起了茶 昆蒂娜站在一边 几次欲言又止 怎么了 薛安放下茶杯淡淡道 大人 瑟琳娜这个人的修为等级不算高 但她所代表的是写族议会的尊严 现在您让其强行认主了班尼迪克 那么无形中就是在打写族议会的脸 这 昆蒂娜的脸上现出一丝忧虑之色 这写族议会乃是整个写族最为核心的圣地 在那里有数不清的写族强者 薛安这么做 简直就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昆蒂娜当然有些担心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打他们的脸 不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这个瑟琳娜是个很重要的线索 我要通过她 直接找到写族议会的所在地 什么 昆蒂娜简直傻眼了 她本以为薛安是想着将写族议会的人引出来后逐个急迫 却没想到薛安想的是指导黄龙 直接杀上写族圣地啊 薛安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听你所言 这写族议会之中片地都是公爵 还有亲王乃是初代二代的存在 那简直就是一块巨大的写珠宝藏啊 我自然要去收割一下 昆蒂娜低下头 不敢再说什么了 她只有一个感觉 那就是疯狂 但同时 她的心中也隐隐升起一股期待和兴奋 当几个小时之后 班尼迪克心情舒爽地走出了房门 整个人都精神抖擞起来 而后才是颤颤唯唯走出来的斯琳娜 只是这时候的斯琳娜 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狂妄和癫狂 有的只是恐惧和屈辱 怎么样 可听话了吗 缺安淡淡地问道 班尼迪克兴奋地点点头 然后一转脸 跪下 瑟琳娜浑身一颤 极为屈辱地跪下了 不是她不想反抗 刚刚她甚至已经几次试图自杀了 可缺安的这种灵魂认主极为霸道 让她甚至连自杀都做不到 只能认由班尼迪克摆布 喊主人 主人 瑟琳娜默然地喊道 缺安点点头 然后饶有兴致地看着瑟琳娜 现在 我想知道的是 你们的写足议会 到底在哪 第384章一网打尽 瑟琳娜浑身一颤 茫然的眼神逐渐恢复了清明 你想干什么 混蛋 居然敢这么跟大人说话 班尼迪克怒斥了一声 来自灵魂层面的剧痛 让瑟琳娜浑身颤抖 却依然死死兵着薛安不放 想要一个答案 杀了奥尔丁顿后 我就一直在等待 等写足议会中的高手出现 可结果却让我很失望 来的居然只是你们这三两只小猫 我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 所以我准备杀上写足议会 直接收割所有的写足 却安淡淡的话语让瑟琳娜愣了片刻 然后脸上渐渐浮现出了嘲讽的笑容 我承认你确实强大 可你居然这般狂妄 居然想以一己之力覆灭整个写足议会 那简直就是在痴心妄想 闭嘴 班尼迪克怒好了一声 剧痛让瑟琳娜无法出声 可眼中的嘲讽依然存在 甚至更加浓烈 却安慢慢站起身来 走到了瑟琳娜近前 你不相信 那好 这次我便让你亲眼看着 我是如何图灭你们写足议会的 说着 却安的神念直接侵入了瑟琳娜的试海之中 从无数分杂的画面中直接寻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S国麻 却安轻声道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简直就是个魔鬼 瑟琳娜察觉到 却安刚刚对自己做了什么 不经经俱地大喊起来 这个男人 让自己灵魂认主 同时还能够强行搜索自己的记忆 这些手段简直比魔鬼还要魔鬼 却安微微浅身 微笑着说道 能被你们写足称为魔鬼 我感到很荣幸 这里是英国一座富丽堂皇的教堂 同时也被称为永不俊宫的教堂 这座教堂的修建从中世纪就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站在教堂的穷顶之下 无数快以密法炼制的五彩玻璃透出了犹如圣堂的光芒 这样的情境 让无数信徒为之疯狂 并称之为光明神的奇迹 可只有这里的主教家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记住 下次的圣光术不要用得那么频繁 毕竟圣光是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有资格看到的 是 可是主教大人 怎么才能看出谁是最虔诚的信徒呢 家里淡淡道 捐献出的钱财越多 说明信徒对光明神的信念越是虔诚 明白了吗 是 手下心悦诚服地退下 家里站起身来 正准备回休息室 一份被密法封印的信件便送了过来 他拆开一看 脸上不禁勃然色变 两久之后 他才审声道 去叫阿龙索过来 过了好久 阿龙索才满身酒气地赶了过来 家里 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位阿龙索曾是光明骑士团的副团长 因为太过贪婪而犯了重怒 最后被圣骑士分派到了英国来赎罪 家里微微皱了皱眉 论教籍 他乃是英国教区的红衣大主教 自然要比这个被流放的阿龙索级别要高 可阿龙索曾经是光明骑士团成员 又是光明教会四巨头之一圣骑士大人的手下 所以他言语间总是很放肆 并且从未对家里表现出应有的尊敬来 可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他将其中的一张信件递了过去 阿龙索接过来一看 也是唯唯一争 两个子依执事 一位非依执行官全部阵亡 家里面色凝重的点点头 奇怪 伦敦那边谁有这么强悍的实力呢 是黑暗议会的黑暗女巫 或者泰坦 亦或是血族的人 阿龙索正在迟疑 家里审声道 最新的消息是 这三人是去抓捕两名暗夜精灵的 暗夜精灵 阿龙索的脸上献出银鞋的笑意 那些柔媚的女精灵们 怎么可能杀得了这三人 所以审判长大人才会勃然大怒 也令我们查清此事 听到审判长这三个字 阿龙索浑身一颤 脸上终于献出了敬畏之色 一个非一执行官而已 怎么会惊动审判长大人 呵呵 这位非一执行官乃是审判长大人的一位亲戚 所以审判长大人才会如此震怒 明白 我现在就去伦敦麻 别急 我和你一起前往 这次的事正好是个契机 这群暗夜精灵越来越狡猾 也越来越难抓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新鲜货色送上去 很多大人对此已经颇有为辞 所以我决定 趁此机会 我们将这些暗夜精灵一网打尽 说这话的时候 家里的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每一个暗夜精灵都能够在黑市上卖出天价 无数的富豪们都对这种神秘而长寿 同时还温顺美丽的生物充满了兴趣 尤其在光明教会的高层之中 很多大人物也对这些暗夜精灵十分感兴趣 家里的红衣主教就是因为之前抓不得力 献上去了很多好货色 这才得来的 实际上以他的能力 还不够资格做一方主教 这也让很多人戏称他为精灵主教 这也是阿龙所对其一直不太看得起的缘故 因此家里的心中一直憋着一股劲 这次 我就将所有的精灵一网打尽 到时候只要凭借这些功劳再往上爬一步 看你们谁还敢嘲笑我 与此同时 在欧洲的一座小镇之上 当这部泛梦雪自导自演的电影播放完毕之后 会场之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多著名影评人纷纷起立喝彩 对这个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女人质疑最崇高的敬意 精彩 简直太精彩了 这部电影是我今年看到过的最为精彩的一部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在我看来 这应该是近十年来最精彩的一部 老实说 我早就已经受够了那些陈词烂调一般的电影套路 范小姐的这部却如一股清风 让我无限地陶醉其中 这些一美之词简直要将范梦雪淹没了 无数的记者更是拼命地往前挤 想采访一下范梦雪 可范梦雪只是冲大家礼貌地点头微笑之后 便飘然而去 只留下了韩瑶应对这些疯狂的媒体们 范梦雪回到休息室 换了一身便装 戴上大大的墨镜 然后走出了会场 他其实一直都不喜欢热闹 甚至讨厌站在聚光灯下 所以能躲开的 他都尽量躲开了 现在 他准备享受一下难得的工作闲暇 去这原汁原味的欧洲小镇上逛一下 第385章公养请留步 今天恰逢这座小镇的集会 这边都是摆放着各种稀奇古怪东西的地摊 曾经有人从这些不起眼的旧货之中 逃换到了精品古董 并卖出了天价 从此之后 每逢这种旧货集会 就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今天也不例外 街道上挤满了人 很多人都蹲在地上挑选着有价值的东西 摊主们则全都无所谓的凑到一起喝起了咖啡 只有当人问起价格的时候 才用口味浓重的英文回复一下 范梦雪感到很有趣 这不同于那些高端大卖场 在这里面行走 感受的便是原汁原味的小镇味道 比如这个看上去灰扑扑的小盒子 当打开后里面却传来了精美的乐声 而且看形态还是纯机械的 可能是因为范梦雪那独特的气质 所以摊主主动说道 美丽的女士 你的眼光真好 这件八音盒可是我的祖父传下来的 当初我祖父将要奔赴二战战场 临走前 他当时的恋人便送给了他这件东西 可等我的祖父在战场上毫发无损地回来时 他的那位恋人却早已因为连年的战火而不知所踪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恋人 甚至因此终身未娶 可惜 临死前他也没有再见到那的女孩 这个盒子是我祖父那段纯真爱情的见证 所以我准备摆出来 如果有人问起 我就告诉他这个故事 摊主一脸感叹地说道 范梦雪目光微微闪烁 似乎是被这个无果而终的爱情所打动 因此轻生到多少钱 摊主眼前一亮 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百欧 然后就准备等待范梦雪的还价 可范梦雪直截了当地掏出一张大额钞票递给了摊主 然后有些茫然地问道 爱情总是这样吗 摊主只顾着一脸的欣喜 文言唯唯一争 然后叹了口气 姑娘 爱情大抵如此 很少有人能真的幸运地等到那个人 但我的祖父虽然等了一声 临终前他却说 自己并不后悔 范梦雪眼中泪光盈然 又掏出一张钞票递给了摊主 谢谢 虽然我知道故事是假的 但依然要说一声谢谢 书吧 范梦雪不再理会一脸尴尬的摊主 转身离开了 这位摊主站在原地名思苦想了会 我的故事还有什么漏洞吗 哎 算了 反正钱挣到了 管他呢 说着 摊主又从兜里掏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八音盒放在了摊位上 等待着向下一位客人兜售这段爱情 范梦雪手里握着八音盒 心情有些复杂 他不是傻瓜 自然听得出这个故事中的漏洞 祖父为情所困 一辈子没有娶妻 那么这个摊主是哪来的呢 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范梦雪被这个故事触动了 此刻她的心里默默地想到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将对你的感情埋葬在心里 然后做一辈子的守木人吧 正在这时 一个苍老的女生从背后想起 姑娘请留步 不占卜一下麻 范梦雪转头看去 就见一个披着黑斗篷的老妇人 坐在一个破旧帐篷前 正静静地看着自己 范梦雪有些迟疑 你是在叫我吗 老妇人点点头 深邃的眼中有些光芒在闪烁 姑娘 我是一位女巫 我能看得出来 你的心事很重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我可以给你指条路 范梦雪本来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现在听到这个老妇人的话 本以为是满大街都有的 打着女巫旗号恋财的骗子 可这个老妇人深邃的眼眸打动了她 范梦雪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好 请随我来 老妇人站起身来往后面的帐篷走去 范梦雪微微迟疑了下 然后看了看周围热闹的景色 以及喧和的日光 便也跟着进去了 帐篷里黑漆漆的 带着一股浓郁的草药味道 老妇人站在一枚水晶球前 轻声道 姑娘 请把你的手放在水晶球上 然后闭上眼 将你心中的疑问默默念出 她自会给你答案 范梦雪点点头 伸出手来轻轻放在水晶球上 然后闭上眼 开始默默地想心中的疑惑 而这个时候 老妇人则用饶有兴致的目光 看着范梦雪 这个女孩气质纯净 更关键的是 孩子带一股浓郁而纯粹的黑暗气息 这也是她当街叫住范梦雪的原因 尤其现在 被范梦雪握住的水晶球中 逐渐现出丝丝缕缕的黑气 这便是黑暗女巫 甄选传人时所必须的仪式 黑气越多 说明这个人的资质越佳 很快 这些魔器便充斥了整个水晶球 并依然在疯狂增加 就在这时 水晶球似乎不堪重负 咔嚓一下便出现了一道裂纹 老妇人的眼中却充满了狂喜 这个女孩的资质远比自己想象的环药强大 范梦雪疑惑地睁开眼睛 她刚刚正在心中默念自己最大的疑惑 但什么感觉都没有 反倒觉得手中一震 睁开眼后才发现水晶球居然碎了 范梦雪心中一沉 还以为自己是碰到故意碰瓷的了 但是已至此 说什么也没用了 只好歉意地一笑 不好意思 这个水晶球被我弄坏了 多少钱 我赔 老妇人却根本没去看那水晶球 只是目光炯炯的看着范梦雪 范梦雪心里直发毛 这个神神秘秘的老妇人该不会是什么精神病吧 正在这时 帐篷中的黑暗突然变得浓郁起来 外界的喧闹声也已消失不见 只有一片死急 再找那的老妇人 也已经消失了 范梦雪大惊 坏了 自己是中什么圈套了吗 正在这时 一个面目被黑气萦绕的女子 自黑暗之中慢慢走来 这女子身材极好 穿着一件很暴露的女巫服 露出了修长至极的美腿 脚下则穿着一双高跟鞋 款步走来时 简直摇曳生姿万种风情 欲解范十足 范梦雪有些傻了 你 你是 女子哥哥一阵娇笑 然后继续用那苍老的声音说道 姑娘 你是为情所困吗 范梦雪终于明白 自己今天碰到了真正的女巫了 心反而放了下来 你 你怎么知道 黑暗女巫淡淡说道 我能感受到你心中迷漫着的痛苦和迷茫 除了感情 又有什么能让你这样的女子都无法解脱呢 第386章黑话 范梦雪低下了头 你说的没错 我现在确实很迷茫 你能有什么办法帮我解开吗 黑暗女巫摇头轻叹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是无解的 一种是生死 一种便是感情 我很抱歉 不能帮到你 范梦雪面色黯然 她早就知道会是这个后果 但黑暗女巫接着说道 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就是先让自己强大起来 只有这样 你才有资格和心中的那个她平等相对 范梦雪浑身一阵 轻声咧喃道 怎么可能 黑暗女巫一笑 有什么不可能呢 试想一下 当某天你的实力已经强大到掌控整个世界的时候 你在站在她的面前 不管她是谁 到那时也只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你 那时候你就会发现 感情不是乞讨来的 而是自己正出来的 范梦雪一脸茫然之色 她从未想过这些 不过这个黑暗女巫的话提醒了她 如果自己真的强大了 是不是就能在薛安的身边帮着她了 范梦雪是知道薛安的来历的 早晚有一天她是会离开地球的 到时候自己若是有足够的能力 甚至能跟着她一起走 不然就只能在这个地球上孤独终老 想着想着 范梦雪逐渐激动起来 你你能帮我 黑暗女巫忍不住上前几步 柔声道 姑娘 你的资质是我这几百年来 见过的人中最为强大的 只要你愿意 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黑暗女巫 范梦雪没有犹豫 轻轻点了点头 但同时有些疑惑地问道 那你又是谁呢 黑暗女巫文言大笑起来 随着笑声 她脸上的黑气逐渐消散 露出来的 居然是一张十分罗利像的脸庞 这跟她那欲解至极的火辣身材 形成了极强的对比反差 甚至有些让人想笑 范梦雪的嘴角也情不自禁地 浮现出一丝笑意 黑暗女巫察觉到了这点 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不许笑 我乃是已经执掌 黑暗女巫一脉打百年之久的 女巫之王 也是现在的黑暗议会中的大议长 我的真名叫做 阿纳斯塔西亚 范梦雪愣了愣 黑暗议会 阿纳斯塔西亚很满意范梦雪的表情 笑着点点头 没错 这个世界远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 现在 我就来告诉你 那些隐藏在服饰之下的真实世界 范梦雪没有告诉阿纳斯塔西亚 自己喜欢的人 可能已经登顶世界之王 她此刻 突然很想变得强大起来 至少 要强大到可以站在薛安身后 而不是有什么事都要她来解决 等范梦雪离开帐篷的时候 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范梦雪慢慢走在回去的路上 眼中渐渐浮现出黑芒 而她身后的路 也逐渐被浓郁的黑暗所掩盖 薛安带着一行人踏上了S国的土地 因为不着急 所以这一路上薛安一行人是坐旅行火车过来的 其间薛安回了精灵秘境一趟 发现想想和念念平安无事 而且和依莎贝拉已经亲密的像是亲姐妹一样了 见状后 薛安将打包好的各种食物放下后就回来了 S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论面积甚至还比不上北疆 但因为这里风景秀美 气候宜人 所以每年都有无数的游客来此游玩 安言挽着薛安的手 在大街上东瞅希望 满脸的兴奋和好奇之色 老公 这里好热闹啊 老公 你看那边 那个男人好黑啊 因为想想和念念没在身边 安言暂时摆脱了母亲这个角色 所以这两天的她已经彻底放飞了自我 就像是回到了热恋时代一样 超级的粘人 薛安对此却乐在其中 笑眯眯地说道 是啊 好黑啊 笑起来好像一排牙成精了一样 薛安的话让一行人全都为之一争 然后努力地憋着 不敢笑出声来 安言更是强忍着笑意 轻声道 老公 你有时候说话真损啊 薛安一摊手 那又怎样 反正她也听不懂华语 可就在这时 那个人高马大的黑人转过头来 生气地说道 你才是大牙成了精 居然是自证腔圆的华语 薛安都不免为之一争 你居然会华语 废话 我可是从小在华夏长大的 而且我的牙真的那么白麻 黑人大汉有些委屈地说道 薛安有些哭笑不得 呃 还行吧 反正很漂亮 黑人大汉听到了这话 方才满意地离开了 等她走了 安言和昆地那等人实在忍受不住 哈哈笑了起来 薛安也不经玩耳 生活的情调就在于此 总不能随时都端着一副先尊的架子吧 只有已经喜去那些稀奇古怪的妆容 打扮得像个学生一样的瑟琳娜 眼中有兴奋和癫狂的光芒闪播 呵呵 居然真的敢来送死 那我就成全你好了 瑟琳娜心中盘算着 虽然薛安从瑟琳娜的脑海中知道了写足议会位于S国 但若是想要进入 必须等到月圆之夜的时候 这雪山的入口才会出现 薛安等人便先在这S国最大的城市住下 然后等待月圆之夜的到来 等到了晚上 外面更加热闹起来 S国是个极为自由的国家 很多方面都没有禁止 因此一到了晚上 灯红酒绿之处 全是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们兴奋和好奇的目光 这样的夜晚 在酒店里带着自然很浪费 薛安领着安颜以及一行人又一次出现在了大街之上 S国的美食也很出名 至少比伦敦强很多 薛安带着众人在一家不错的餐厅吃了晚饭 而后瑟琳娜神神秘秘的说道 主人 我知道这里有个很好玩和刺激的地方 你们想不想去 薛安笑了笑 要是夜店就算了 我没兴趣 当然不是那种地方 我说的可是夜晚之时 整个欧洲最刺激和最让人血脉喷胀的所在 薛安看着一脸神秘的瑟琳娜 慢慢笑了起来 好啊 那就去见识一下 第387张和血足飙车 这里是位于市郊的一条环城高速 S国人口不多 所以一到了晚上 稍微偏远些的地方就近乎人机罕至了 可在这深夜时分 这条高速前却热闹非凡 明亮的探照灯将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 足足上百辆造型各异的重型机车聚集在这里 发动机的咆哮声此起彼伏 空气中弥漫的都是呛人的轮胎橡胶味 以及浓重的尾气味道 骑在车上的都是些神情英智面容冷漠的年轻男子 身后往往还坐着一位身材胡辣的短裤美女 当瑟琳娜带领着薛安等人到了这里的时候 不禁吸引来众多阴狠的目光 瑟琳娜根本没有理会这些人 而是兴奋地喊道 安德烈 我知道你在这 还不出现吗 随着话音 人群分开了一条路 一辆组有三米长的巨型机车咆哮着冲了过来 速度之快 甚至在身后留下了道道幻影 瑟琳娜却丝毫没有慌乱 脸上甚至还浮现出癫狂和兴奋之色 卡 机车在离着瑟琳娜还有几米的时候猛然击杀 车头甚至都已经蹭到瑟琳娜的衣服了 这才堪堪停住 而后才听到车上的人淡淡道 果然是你 瑟琳娜 你怎么换了这样一副装扮 说话的是一名五官冷静的金发男子 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高档礼服 坐在机车上 一脸的巨傲之色 瑟琳娜神经直斑地笑了几声 怎么 不漂亮吗 安德烈摇了摇头 说实话 很恶心 然后便用很厉的目光看向了站在瑟琳娜身后的薛安等人 当看到一脸好奇的安颜以及面色凝重的昆蒂娜后 她的眼前唯唯一亮 然后才冷声道 他们是谁 瑟琳娜嘿嘿一笑 这都是我的朋友 朋友 安德烈嘴角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用手指了指昆蒂娜 除了一个写族伯爵外 剩下的便都是卑贱的人类 你居然说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大名鼎鼎的小魔女瑟琳娜 写族侯爵的强者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友善了 安德烈说话的语气傲慢至极 身后的人群发出一声哄笑 然后所有人的眼睛都渐渐变成了妖异的烟红之色 这些机车男子居然全都是写族 而且每一个实力都不俗 最低也是伯爵级别 至于安德烈 更是散发出强悍的气势 乃是侯爵级别的强者 这样的气势让昆蒂娜等人全都为之色变 瑟琳娜兴奋地舔着嘴唇 想看看薛安如何应对 他是故意带着薛安等人来到这里的 这个安德烈虽然只是侯爵的实力 可他的父亲乃是写族议会之中的大人物 瑟琳娜是想借着安德烈的手摆脱薛安 薛安却没有回答安德烈的话 只是饶有兴致地打亮着他胯下的机车 一群写族居然每天在这里飙车 真是有趣 有写族冷恒一生 不屑地说道 人类 你以为我们写族飙车会跟你们人类一样吗 这些机车都是经过暴力改装过的 时速都是普通机车的脊背 像你们这些脆弱的人类 根本驾驭不了 哦 薛安唯唯一扬眉 来了些兴趣 安德烈这时候突然一指薛安 居高临下地说道 人类 有没有兴趣和我比一下 比什么 薛安道 自然是比机车啊 如果我赢了 那你的女伴还有那个写族伯爵都要留下 安德烈冷声说道 那如果我赢了呢 薛安淡淡道 薛安的问话引来众多痴笑之声 居然还想着赢安德烈 呵呵 这个人类估计连见到安德烈阁下后尾灯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声音中 安德烈傲然道 我如果输了 随便你怎样 薛安唯唯一笑 点了点头 然后深深地看了瑟琳娜一眼 如你所说 这地方确实不错 本来觉得有些把握的瑟琳娜见到薛安的笑容后 心里忽然又有些没底了 薛安又转头看向阎人 微笑着说道 阎人 老公带你去兜兜风 安言毫不犹豫地点头 嗯嗯 这时已经有一名写族将自己的机车献了出来 这是一辆两米多长 通体赤红的机车 光纳低沉的发动机轰鸣声就可以显示出这辆车恐怖的性能 薛安翻身上了车 安言观顺地坐到他的身后 薛安拧了一把油门 发动机瞬间咆哮起来 薛安眼前微微一亮 饶有兴致地说道 居然将符文用在改装机车上 你们也算有创意了 薛安的这句话让安德烈微微一争 脸上的神色也变得稍微郑重了一些 这个家伙居然能看得出这些机车隐藏的奥秘 显然不是一般人 正如薛安所说 这些机车的关键部件都转刻上了写族的符文 甚至在发动机等核心部位 还会加入各种秘术 这才打造出了这些性能怪兽 安德烈这时候审声道 准备好了吗 薛安微微一笑 稍等 然后转头看向借自己机车的血族 麻烦问一下 哪里是刹车 这句话让周围一片死急 过了片刻后 所有的血族才哄堂大笑起来 天哪 这人类不是来搞笑的吧 什么都不懂 居然都敢和安德烈阁下赛车 真是找死啊 就连本来对薛安充满信心的昆蒂娜 眼皮都忍不住一阵剧烈的跳动 只有安炎 依然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时候那的血族痴笑道 这车根本就没刹车 这本是这个血族故意这么说的 薛安却微微一笑 那好 然后转头看向了安德烈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安德烈冷恒一声 认为薛安纯粹是在找死 但安炎的惊人美丽 让他有些暗耐不住 所以宁笑着拧动油门 死了可不要怨我 说着 有人开始倒数 三 二 一 开始 随着话音落地 安德烈的车犹如离弦之见 瞬间就冲了出去 薛安这边却慢了足有一秒钟 在这种时速最少上千公里的怪兽面前 一秒钟的差距就如天欠 很多血族发出一阵哄笑 全都认为薛安输定了 瑟琳娜更是长出一口气 只要薛安输了这次比赛 自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求安德烈帮忙了 第388张比速度 谁能比我的箭快 此刻 薛安的时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一千公里 一般人在这么快的速度下 别说掌控机车了 估计直接就被扑面而来的强风给吹飞出去了 道路两旁的路灯在这样的速度下 更是已经连成了一条线 薛安却好整以暇地用一缕剑 盲将面前的强风撑开 然后微微眯起眼 轻声道 言人 害怕吗 安言摇了摇头 用手环在了薛安的腰间 不怕 薛安一笑 那就报警我 看老公我带你起飞 安言文言 将脑袋靠在了薛安的后背上 心里一片安然 只要薛安在 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怕 薛安油门已经拧到了底 时速表又往上飙升了一百多公里 最终达到了一千二百公里的时速 在这样的速度下 已经堪堪要突破音速了 整辆车都已经化为了一道流光 在环城高速上飞驰 渐渐地 薛安看到了远处安德烈的车尾灯 此刻的安德烈 满脸的猙獰之色 他也已经感受到后面脊椎而来的薛安 这让他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居然被一个人类给追上了 这简直不可忍受 因此他一咬牙 猛然将油门又一次拧到了最底部 胯下的巨型机车发出了骇人的怒吼 整辆车的时速猛然又提升了一大截 轰 巨型机车冲破了音障 时速达到了惊世骇俗的一千五百公里 安德烈心中凝笑 这个速度也就写足这种强悍的生物可以承受 人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突破音障的极限 更何况自己这辆机车乃是用来诸多密法制作而成 根本不是薛安那辆车能比的 可他的的意志持续了几秒钟 然后他就发现身后传来了发动机的惊天怒吼 正在一愣的功夫 薛安的机车已经呼啸着从他身旁飞驰而过 速度之快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道光 可写足那惊人的动态视觉让安德烈看得很清楚 薛安在从自己身边飞驰而过的时候 居然以单手握着把 甚至还扭头冲着自己笑了笑 只是那笑容之中 满是赤裸裸的居高临下 就好像一位高高在上的帝王正在审视楼椅一般 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蔑视让安德烈简直都要气疯了 怎么可能 自己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卑贱的人类 安德烈怒吼着 眼睛陡然变得血红 身后伸展出了三对翅膀 安德烈动用出了血族侯爵的实力 想要赢了薛安 以他本体的能力 甚至能达到五倍因素的速度 不过在机车的限制下 肯定不可能达到那么快 可在安德烈的全力催动之下 时速还是猛升了一大截 最终突破了2000公里的时速 在这个速度之下 他甚至已经比一般的军用飞机还要快了 这也已经达到了机车的速度极限 因此很轻松地就冲到了薛安身边 安德烈宁笑起来 胜利果然还是属于高贵的血族 可就在这时 薛安淡淡道 好像就你会飞一样 说着 数不清的剑芒飞起 然后包裹在机车之上 论速度 诸天万界之中 谁能比剑修的剑更快 薛安甚至见过在虚余之间 一剑斩遍一个大世界的存在 虽然现在实力还没恢复到那个水准 可要比速度 这个时间还没有几个能比的过薛安 剑芒附体之下 机车陡然化作一道白色的流光 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提升 两千 三千 四千 最终 薛安的时速达到了五千公里 一条环程高速 薛安眨眼间就转了一圈 而在高速下围观的众多血族们 此刻已经傻眼了 他们现在只能看到 在高速之上有两道流光正在竞相追逐 这两道流光一红一白 开始的时候是齐头并进 但等到后面 白光突然开始急速飞驰 到后面甚至连血族都已经看不清有多快了 只能听到如战斗机一般的巨大轰鸣声在夜空之中响起 安德烈更是已经目瞪口呆 他呆呆地看着一圈一圈好像嫌停性不斑的薛安 大脑一片空白 这 还是人类嘛 比赛进行到这已经毫无意义 薛安眨眼之间就已经拉了安德烈几十圈 因此在又转了几圈之后 薛安有些异性索然 好了 不完了 薛安说着 机车便奔着高速出口飞驰而来 这群血族们被这急冲而来的白色流光都吓傻了 这样的速度如果碰上 就算是血族也得身受重伤 这个人类莫非疯了不成 正在这时 就见白色流光猛然开始急减速 然后绕着场地转了几个大圈 速度便降到了众人能看清楚的地步 不过这时候的机车已经面目全非 整辆车都因为过高的时速而被空气谋擦的通红 借车给薛安的那个血族此刻更是瞠目结舌 忽然 他想起了什么 赶紧大喊道 刹车就在左脚那边的一个 薛安淡淡一笑 不必了 说着 薛安和安岩已经落在了地面上 而那辆车 在惯性的作用下飞奔了一段路后 便轰然破碎为了一地碎片 这个血族简直欲哭无泪 这辆机车可是他耗费了无数心血材质做出来的啊 居然就这么碎了 而这个时候 安德烈也已经驶下高速 等车停稳之后 他面色铁青地下了车 死死冰着薛安 薛安淡淡一笑 却看向了一旁满脸金句的瑟琳娜 好像 你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瑟琳娜浑身一颤 而安德烈已经恼羞沉默地说道 人类 你用卑劣的手段赢了我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坤蒂娜忍不住说道 赢了你就是卑劣的手段了 你可真是脸大呢 却安摆了摆手 是以坤蒂娜不要说了 然后微微一笑 刚刚只是觉得这机车有点意思 所以才陪你们玩玩 现在 游戏结束了 安德烈以及众血族全都吃笑出声 脸上都浮现出很立之色 你说结束就结束 真是大言不惭 后面的话都停在了安德烈等人的喉咙之中 根本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全都傻眼了 只见薛安身后浮现出朵朵白色的火焰 在白光照耀下 薛安森然一笑 我来送你们下地狱 第389章 非我族类其心必义 非我族类其心必义 这句话乃是用无数的鲜血助就的真理 所以薛安对这些血族没有半点的慈悲之心 洁白的火焰化作火海 直扑这些血族而去 除了安德烈之外 其他的血族连一席都没有支撑过去 便全部被这火焰燃烧为了灰烬 安德烈也沾染了一缕火焰 虽然迅速地用了很多恢复的血族术法 可这火焰便如复古之躯一般 直接烧穿了他的护体血光 并且开始急速蔓延 安德烈吓得亡魂接冒 直接扔出了一张淡金色的羊体纸 五父救我 轰 一道威严的气息出现在天地间 一道背后有着五对金色翅膀的血族虚影 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这便是安德烈的保命绝招 一份能召唤出血族亲王级别的虚影的秘文 这虽然只是一道虚影 但强大的气势还是压迫的昆蒂娜 以及瑟琳娜等人纷纷后退 安德烈宁笑起来 卑鄙的人类 你居然拥有光明之焰 只凭这一点 我就要将你碎尸万段 受死吧 说着 这道血族亲王的虚影翅膀一阵 瞬息之间便出现在了薛安静前 速度之快 就如同穿越时空一样 而后这虚影双翅一盒 无数的血光就将薛安包裹于其中 大人 昆蒂娜尖叫一声 瑟琳娜则长出了一口气 死了就好 只要这个男人死了 自己身上的灵魂认竹也就好解开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道强悍的血族亲王虚影轰然炸开 无数的血光碎片被洁白的火焰 直接制烤为虚无 而薛安则从中慢慢走来 冲着单若目击的安德烈一笑 可惜只是葛虚影 不然就可以凝炼血珠了 安德烈浑身一颤 转身就想跑 可薛安手掌虚握 淡淡道 您 安德烈就觉得身周所有的空间 陡然变得坚硬无比 根本无法移动分毫 不 我父可是血族的一员大人 你要是敢杀了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安德烈看着慢慢靠近的薛安 惊惧至极的大喊道 薛安摇了摇头 眼中光芒闪烁 我所希望的 恰恰便是你的父亲能来找我 说着 无尽的火焰将安德烈吞噬 眨眼间就将其稍微了虚无 一颗血珠出现在了薛安手中 又是一枚喉绝血珠 薛安看都没看 直接扔给了昆蒂娜 然后转头看向了瑟琳娜 瑟琳娜看到薛安娜淡然的目光后 吓得通体冰凉 你 你杀了我吧 瑟琳娜不怕死 她恐惧的是薛安娜层出不穷的 如同魔鬼一般的手段 薛安淡淡一笑 看来我搞错了一件事 你的灵魂认主还是不够坚定 不 求求你杀了我吧 我 瑟琳娜恐惧至极 薛安一弹指 瑟琳娜的额头之中便飘出了一枚光点 直接飞入了班尼迪克的脑海之中 瑟琳娜脸上瞬间浮现出茫然之色 然后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而后才冲着班尼迪克恭敬地跪下 轻轻亲吻着班尼迪克的鞋子 恭敬地说道 主人 言语间在无之前的嚣张和桀骜不寻 而在血山之中 血族亲王安德鲁突然浑身一颤 眼中献出骇然的血盲 大人 何时让您如此震怒 管家走来 轻声问道 安德鲁神情变幻不定 有人杀了我的后裔安德烈 家主大人请息怒 莫非是光明教会的人 管家问道 不清楚 不过最近血族之中接连出事 等月圆之夜议会召开之际 我一定要向诸位议长大人说明此事 安德烈陈生说道 伦敦 家里站在酒店的窗前 俯瞰着这座灯火璀璨的城市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真是一座让人头疼的城市啊 错纵复杂 同时还藏屋纳垢 阿龙所对此身以为然 事实上 从中世纪开始 伦敦这座城市就是光明与黑暗争锋的主战场 没有哪方势力能真正的掌控它 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罢了 所以相对于其他光明势力强大的城市 在伦敦 家里这个红衣大主教的身份也显得不是那么好用 先慢慢查吧 家里说道 好 阿龙所回到 乌州小镇 诅咒 随着泛梦雪的喊声 一道灰色的光芒刺泛梦雪的掌中飞出 啪啪啪 阿纳斯塔西亚鼓着掌 满脸赞叹地走了过来 梦雪 你的天赋果然是我所见过之中最强的 短短几天 你就已经可以用出诅咒术这样的终极巫术了 范梦雪有些不好意思 我觉得 这些黑暗巫术好像都很听话一样 阿纳斯塔西亚哥哥娇笑起来 那是因为你的天赋强大啊 如果换做普通人 单单和黑暗沟通就要好几年的时间 甚至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 两人正在房间中说话 韩瑶走了进来 脸上满是愤怒之色 梦雪 电影协会那个老家伙 非要让你亲自去一下 我看他肯定没怀好意 韩瑶全程都没有看坐在沙发上的阿纳斯塔西亚 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 梦雪 大不了这个奖咱们不要了 也不要去让这种老家伙占便宜 韩瑶云怒未消 范梦雪点了点头 好了我知道了 姚姐 我会注意的 等韩瑶走后 阿纳斯塔西亚淡淡一笑 你这个经纪人对你倒是很真心 他刚刚用的是黑暗巫术 韩瑶根本就看不到他 范梦雪苦笑了下 姚姐对我确实不错 阿纳斯塔西亚淡淡道 你似乎对这件事很发愁 范梦雪低头不语 记住 你现在已经是一名行走于黑暗之中的女巫了 对付这些心怀不轨的男人 还需要我怎么教你吗 阿纳斯塔西亚的脸上显出一抹狠粒之色 范梦雪迟疑了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范小姐 我要对您的导演才能和演艺天赋 表示最诚挚的赞美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满脸夸张的表情说道 范梦雪笑了笑 然后斟酌了一番语气 尽量用最为正实的口吻说道 会长大人 我想问一下 关于我那部电影获奖的事情 男人哈哈一笑 范小姐的电影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之不过 你总得付出点什么 第390章先写铸就的王座 范梦雪深吸一口气 凝视着这个满脸猥琐笑容的男子 会长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 范小姐 你出道这么多年 这点是相信你应该懂得 只要你陪我一次 我保证这次的大奖都是你的 而且我还可以动用我的全部资源来帮助你 男子满脸志在必得的神情 在他看来 范梦雪根本没有理由拒绝 范梦雪文言却眼神尽朗 慢慢站起身来 冷声道 不好意思 会长先生 我想你应该找错人了 再见 范梦雪不想再和这种人纠缠了 不就是一个电影讲麻 大不了不要了 范梦雪的当场拒绝让这个男子有些错愕 然后才阴厕厕的说道 范小姐 我希望你最好想清楚 如果我发话的话 以后你的电影将再也无法在欧洲上映 明白 范梦雪豁然转身 死死盯着这个满脸得意的男子 眼中黑芒溅起 他刚刚试图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 可无奈 总有人自己找死 衰老 范梦雪冷声喝道 一道灰色的光芒便扑到了男子身上 男子开始还有些不以为然 范小姐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所谓 可话音未落 男子就觉得浑身一阵剧痛 抬起手来一看才发现 手臂上的肌肤已经变得干枯而不满皱纹 就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样 他发出一阵惊剧的怒吼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不 男子就觉得脸上往下掉东西 用手一摸才发现 居然是大块大块的死皮 可此刻他连怒吼声都已经发不出来了 只能用一双浑浊苍老的眼睛惊恐地看着范梦雪 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继续衰老下去 很快 他便成为了一具皮包骨头的骷髅 然后痛苦地死去了 范梦雪呆呆地站着 阿纳斯塔西亚慢慢走了进来 脸上有赞许之色 做得很不错 但我觉得 下次你可以不用说那些废话 对付这种人 直接动手就好 可不等阿纳斯塔西亚说完 范梦雪已经控制不住了 他只觉得自己的胃部一阵痙磷 蹲下身就是一阵剧烈的肝傲 这是他第一次亲手杀人 而且还是用的黑暗巫术 这对他的冲击不可谓不大 阿纳斯塔西亚怜悯地看着蹲在地上的范梦雪 淡淡道 第一次杀人都这样 习惯了就好了 相信我 你早晚会喜欢上这种感觉的 范梦雪抬起头来看着他 眼中满是泪水 我永远也不会喜欢杀人的感觉 阿纳斯塔西亚呵呵一笑 心声说道 几百年前 我第一次杀人 那是一个年轻神父 被我用黑魔法袭击后 就在我面前痛苦地死去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惊恐和仇恨的眼神 当初我的反应比你还大 但我还是坚持走过来了 说着 阿纳斯塔西亚的神情渐渐严肃 记住 你走的是一条黑暗之路 而且你和别人还不一样 你是注定要登上黑暗女巫王座的人 可这王座是用鲜血和死亡铸就的 你别无选择 范梦雪低下了头 眼中渐渐消失了一些什么 又多了些什么 这个会长也算是名流了 就这么死了 怎么处理后续的影响 范梦雪问道 阿纳斯塔西亚赞雪的点点头 很不错 一个合格的黑暗女巫就应该有这种冷静 然后她不屑地看了一眼沙发上的窟窿 在欧洲 除了那群该死的光明蝗虫以及血族蝙蝠外 没有谁是黑暗议会的对手 区区一个协会会长 我已经通知了善后的人 从此以后 他就像是没有存在过一样 没有人会追究这件事的 阿纳斯塔西亚说的没错 经过几百年的经营 黑暗议会在欧洲的地下世界已经成为了巨无霸一样的存在 对付一个小会长 自然不在话下 S国酒店之中 昆蒂娜吞下了血安四与她的喉绝血珠 停滞不前的修为又一次开始急速攀升 终于 随着轰然一声巨响 昆蒂娜身后的翅膀彻底伸展开来 之前的两对半翅膀 现在已经化为了三对 然后她慢慢睁开眼 一双眼眸之中满是烟红之色 过了片刻后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而班尼迪克已经激动地匍匐在地 尊贵的昆蒂娜大人 恭喜您终于进入了侯爵之位 没错 写足侯爵 昆蒂娜终于迈进了这个等级 昆蒂娜微微点了点头 起身来到了薛安所住的房间 大人 昆蒂娜恭敬地说道 薛安和安严正坐在地上玩着游戏 昆蒂娜进来后 薛安转头看了一眼 唯唯一笑 突破为侯爵了 是 一切都是因为大人的栽培和帮助 昆蒂娜无比恭敬地说道 薛安没有说话 而是激烈地按动着手柄 和安严打了葛不亦乐乎 等忠于席拜给安严后 薛安才站起身来 淡淡道 离雪山开放还有几天 明日就是月圆之夜 很好 薛安满意的点点头 大人 还有件事我要告诉您 嗯 在写族之中 成为侯爵之后 便拥有了进入雪山之中 旁听写族议会的资格 到时候 我们便可以通过这个理由 光明正大的进去了 薛安微微一皱眉 需要这么麻烦吗 直接杀进去不好吗 呃 昆蒂娜被薛安的话吓到了 然后薛安才微微一笑 逗你玩呢 好吧 到时候我们就卫装成你的血奴 一起进雪山之中 看看这写族圣地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虽然薛安这么说 但昆蒂娜看着薛安脸上的兴奋 心里不由浮现出一个自己都觉得荒谬的念头 大人 该不会真的想直接杀进雪山吧 第二天 当夜晚的月光刚刚洒落余地的时候 在S国首都的上空 便隐隐有风云搅动 风云的中心则一片赤红 昆蒂娜一指纳一抹妖异的烟红 大人 那便是雪山的入口了 薛安点点头 很好 现在出发 昆蒂娜点点头 化作雪光冲在前面 薛安搂着安盐紧随其后 直奔那云层而去 第三百九十一章 因获得福的四琳娜 薛山将起 高空之上 雪门正在逐渐成形 等薛安等人赶到的时候 发现在雪门的周围 已经聚集了不少的血族 同时在半空之中 还有很多的血光症在急速飞来 这都是来自欧洲各地 准备参加议会的血族们 昆蒂娜以及薛安等人的出现 引来了很多的注目 毕竟相比起这些穿着中世纪礼服 擦着浓重的铅粉的古老血族 昆蒂娜显得极为年轻净利 居然是一位新近的女侯爵 真是稀奇啊 一名血族老者阴冷地笑道 我喜欢这个女侯爵 有血族满脸贪婪地说道 而薛安则双眼放光地 打亮着这群血族 这些血族之中 除了侯爵外 居然有几位公爵存在 这在薛安看来 这些公爵简直都是 一枚枚行走的血珠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薛安默默地猝着 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凡是公爵的 一个都不能放过 正在这时 血门轰然成形 然后大门徐徐开启 一只巨大的金色蝙蝠飞出 然后化作一名神态巨傲的男子 哈里曼大人 众多血族齐齐弯腰失礼 哈里曼傲慢地点点头 然后用尖利的嗓音说道 今日的议会 众位议长大人都会参加 众多血族们全都一阵骚动 很多人都有些惊诧 往日的血族议会 能有一位议长参加 就算不错了 这次居然所有的议长都会出席 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我希望大家在面对 众位大人的时候 保持谦卑和克制 明白 哈里曼冷声说道 是 众多血族们齐声说道 哈里曼满意地点点头 一挥手 这些血族们开始剑刺进入血门 等轮到昆蒂娜的时候 哈里曼忽然一皱眉 等等 昆蒂娜站住脚步 我之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昆蒂娜 昆蒂娜 威威 欠身 我是 心静的 猴爵 哈里曼面色 为变 心静的 猴爵 然后用 审视的目光打亮了 昆蒂娜 几遍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 哪个家族 我叫 昆蒂娜 来自 塞西尔家族 塞西尔家族 哈里曼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没有一点印象 可能是来自哪个偏远地方的小家族吧 想到这里 哈里曼神态越发巨傲 知道面对大人们时的礼仪吗 昆蒂娜点点头 知道 哈里曼却没有放昆蒂娜进去 而是遗止气使的遗止薛安 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的两个血奴 昆蒂娜说道 血奴 哈里曼露出嫌恶的神情 这里可是血族圣地 怎能允许血奴这种卑贱的生物进入 快让他们滚 去安威威一扬眉 没想到血族之中 也有这种仗势欺人的嚣张嘴脸 正在发作的时候 旧剑又有一道血光飞至 等停住之后 居然是瑟琳娜 这时候的瑟琳娜 已经恢复了之前的装扮 重新扎起了双马尾 涂上了死亡眼妆 穿着T恤衫衫和比基尼短裤 手里拎着一根棒球棍 血奴唯唯一争 瑟琳娜先冲着血奴恭敬的一切身 然后便嚼着口香糖慢慢走向哈里曼 哈里曼一看到是瑟琳娜 脸上现出尴尬和惊恐之色 小小母女大人 您怎么来了 瑟琳娜吐出了一个大大的口香糖泡泡 冲着哈里曼神经直的笑了起来 只是她的笑容却让哈里曼额头上直冒冷汗 这个瑟琳娜虽然只是侯爵实力 但背后可是有一位大人在为她撑腰的 就连哈里曼也不敢招惹 听说你不让我的朋友进去 瑟琳娜笑嘻嘻地说道 啊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您的朋友 话音未落 瑟琳娜拎起棒球棍就砸了过去 哼 哈里曼被这一棍子正砸在了额头上 虽然以她写足侯爵的实力 不至于被砸死 可这一棍之下 还是将它砸飞出十几米远 额头上也流出了鲜血 不知道就是理由吗 瑟琳娜冷冷地说道 不 哈里曼正要说什么 一见瑟琳娜又一次地拎起棒球棍 吓得转身就跑 瑟琳娜对准了哈里曼的背影 用棍子瞄准了一下 然后猛然扔出 棒球棍在空中滑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正好砸在了哈里曼的后背上 半空中的哈里曼一个亮相 差点被砸下来 然后加快速度逃跑了 瑟琳娜拍了拍手 不懈地朝地上吐了口口水 这才转身来到了薛安面前 我的主人班尼迪克怕大人遭遇危险 便让我来帮助您 薛安看着一脸恭敬的瑟琳娜 目光微微闪烁 嘴角却浮现出一丝笑意 你的灵魂本就受过重创 没想到这次灵魂认主 居然让你因祸得福 将伤势给治愈了 瑟琳娜黑黑一笑 眼中的癫狂之色已经全部消失了 看薛安的眼神之中也满是感激之色 正如薛安所说 瑟琳娜幼年之时曾遭受了极为残暴的虐待 这种虐待甚至持续了百年之久 一直到瑟琳娜成长为了侯爵 才摆脱了这种阴影 可这种长期的虐待 对瑟琳娜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甚至让瑟琳娜出现了多重人格 形式更是癫狂无比 并且从来不知道恐惧 这才有了小魔女这个绰号 可薛安两次让其灵魂认主 居然正好将那些残暴的人格给拧灭了 现在的瑟琳娜 感觉就好像重生了一样 曾经破碎的灵魂 也重新凝聚到了一起 一切都是大人的功劳 瑟琳娜恭声道 薛安唯唯一笑 好了该进去了 你曾经的那位主人 应该正在等待你的归来呢 提到这个 瑟琳娜浑身一阵 眼中生起无限的杀意 曾虐待她百年之久 并将其奴役起来的人 便是她的曾祖 那位大名鼎鼎的血族议长 威尔逊亲王 当初瑟琳娜的灵魂被其牢牢掌控 对这个残酷虐待自己的人 居然如神一样膜拜 现在她灵魂恢复了正常 自然对这个威尔逊恨之入骨 大人 我要将这个威尔逊碎尸万段 陪您一起涂灭雪山 瑟琳娜很声道 缺安哈哈大笑 迈步走进了血门之中 第392章12一掌 雪山 这是一座高耸如云的巨型山外 甚至可以说整个血族秘境 都被这座山所占据了 顺着山市 建造着很多古堡 这些古堡的主人 基本都是血族大公爵 而在山顶之上 便是血族议会的所在 当雪安踏入血山之后 就见无数的血光症 在往山顶汇聚 一道道强悍的气息 划过长空 让雪安看得眼中 一彩连连 这可都是一枚枚血珠啊 而等来到山顶的 血族大殿之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 大量的血族 这些血族全都衣冠楚楚 三五成群的聚集在一起 用各种优雅的词汇交谈着 等雪安等人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尤其是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的 瑟琳娜和昆蒂娜 让很多人面色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那不是被威尔逊亲王玩残了的 瑟琳娜嘛 有人小声说道 呵呵 就是那个小魔女啊 没想到她也来参加这次的议会了 后面那个女侯觉倒是很面生 估计是心静的吧 嘿嘿 长得这么漂亮 这下那些大人物们又有了新玩物了 这些议论声中 瑟琳娜嚼着口香糖 满脸的冷冽之色 按照惯例 议会开始前是一个简短的宴会 所以很快就有各种珍惜菜肴流水般端了上来 但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那些一瓶瓶散发着璀璨血盲的酒瓶 缺安看到这些酒瓶后 眼中寒芒溅起 这些哪里是酒 分明都是用人类鲜血淬炼而成的精血 每一瓶可能都代表着上百人的性命 可在这里 却成为了这些血族用来展示优雅风度的红酒 大人 感受到薛安身上散发出的丝丝杀气 瑟琳娜轻声喊了一声 嗯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全都没有出现了 薛安点点头 明白正在他们在谈话的时候 有一个饱含着无限恶意的声音传来 亲爱的瑟琳娜 没想到你居然也来了 听到这个声音 瑟琳娜眼中血光大盛 头也不回地说道 我最亲爱的哥哥 这样盛大的议会 我当然要来 说话的便是瑟琳娜同父异母的哥德 也是威尔逊亲王最看重的后裔 丹尼斯 丹尼斯文言轻笑起来 眼中满是居高临下的巨傲 身为家族的玩物 我很纳闷 你为什么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瑟琳娜冷恒一声 没有回应 丹尼斯的目光被一旁的昆蒂娜所吸引 端着酒杯便走了过来 然后优雅的一倩身 美丽的女士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乃是来自千年贵族威尔逊家族的后裔丹尼斯 你的美丽简直让我一见难忘 昆蒂娜没有回应 反而后退了半步 淡淡道 可我不高兴认识你 这句话让丹尼斯神情一变 眼中浮现出暴躁和愤怒的光芒来 我希望你能明白 你是在跟谁说话 随着话音 丹尼斯身后出现了三对半的血液 周围人为之一阵 居然是马上要突破到大公爵的存在 威尔逊大人的后裔果然不同凡响 丹尼斯在这些议论声中 满脸的一傲慢之色 吕侯爵 只要你为刚刚的态度道歉 并且归附于我 我可以原谅你 昆蒂娜冷笑起来 摇了摇头 白日做梦 轰 周围的人都被昆蒂娜的态度所震惊 居然以侯爵的实力叫板丹尼斯 丹尼斯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很好 女侯爵 我记住你了 议会结束之后 我会很乐意和你再次谈一谈的 说吧 他转身拂袖而去 昆蒂娜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刚刚他被丹尼斯身上的气势压迫得够呛 但为了主人 他不能低头 缺安这时候淡淡一笑 可惜了 只有昆蒂娜等人知道薛安所说的可惜是什么意思 半步公爵也不是公爵 明脸出的血珠也是不能用的 这才是薛安说可惜的原因 正在这时 就见前面一阵骚动 只见血族大殿中的十二把椅子上渐渐浮现出了人影 血族议会的十二议长 居然集体出席了 众多血族全都齐齐弯腰 恭敬的大海 见过议长大人 位于中间的便是威尔逊新王 他用威严的眼神扫视整个大殿 身为经历了几千年光阴的老牌贵族 他的实力和威望都让人敬畏 没有血族感 只是他的目光 视线所及之处 全都温顺地低下了头 唯独当扫视到角落之时 就见瑟琳娜正嚼着口香糖 满不在乎地站在那 甚至冲着威尔逊冷然一笑 然后伸出了一个中指 嘴里轻声嘟囊了句什么 虽然听不清楚 但还是能从嘴形上看出来 绝对不会是好话 威尔逊心中唯唯一争 瑟琳娜现在的样子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一样 不过旋即 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然的笑意 瑟琳娜曾经是他最好的玩具 足足虐待了百年才让他未知屈服 可玩具一旦屈服 也就没有了意思 所以威尔逊对其早就失去了兴趣 现在见到瑟琳娜这个样子 他又重新对其有了兴趣 议会正式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便是安德鲁 他用古板而中世纪强调说道 尊敬的诸位议长 昨日 我的后裔安德鲁生死 而且经过我的调查 一起被消灭的环有很多血族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是一次针对血族的袭击 他的话引来一阵娓娓的骚动 赤光明教会的人干得麻 有血族高声问道 现在还不清楚 但我认为 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前段时间奥尔丁顿大公爵陨落 而且连一丝血肉都没有留下 现在我的后裔又被人袭击 这显然都是有人在暗中针对我们血族 所以我提议 我们血族议会要对这件事提高警惕 安德鲁的提议引来了众多的附和之声 威尔逊更是为不可查的点点头 安德鲁阁下 你的提议很正确 我曾经派出瑟琳娜去调查 阿奥尔丁顿大公爵的死因 现在 他应该已经有了些眉目 随着话音 众多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瑟琳娜身上 第393章图路雪山 瑟琳娜吹出一个大大的泡泡 等吹爆之后又慢慢地吃回去 丹尼斯一皱眉 冷声道 瑟琳娜 尊贵的亲王大人正在向你问话 你要尽快回答 瑟琳娜神经直地笑了几声 然后扛着棒球棍走到了台前 对着这些血族们说道 我确实去调查了一下 然后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哦 什么秘密 威尔逊也来了些兴趣 那就是杀死奥尔丁顿的 是一名人类 人类 怎么可能 众多血族们一阵骚动 纷纷流露出不幸的神色 在他们看来 宁愿相信是被黑暗议会的人偷袭 也不愿意承认一位大公爵士 死在人类手中的 毕竟退回不过几百年 在黑暗中世纪的时候 人类在这些血族眼中 就是会说话的畜生 呵呵 那你说 这位人类为什么要对付我们血族呢 丹尼斯冷笑着问道 很简单啊 因为看你们这些 自视甚高的血族们不爽败 知道为什么奥尔丁顿大公爵 连一丝血肉都没有留下麻 因为这位人类强者已经将公爵凝炼为了血猪 这句话让很多公爵面色为变 威尔逊更是冷恒一生 光明教会的手段 当初确实有大公爵被光明教会伏击陨落 然后被凝炼成了血猪 成为了光明教会炫耀武力的战力品 可没想到这个手段居然会再次重现 那这个人类是谁 你可调查清楚了吗 丹尼斯沉声问道 自然是查清楚了 甚至我都已经认其为主了呢 瑟琳娜越说越是兴奋 她的话引来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认为瑟琳娜疯了 丹尼斯更是怒恒一声 高贵的血族侯爵 怎么可能认一个卑贱的人类为主 你简直玷污了血族的名望 瑟琳娜哈哈大笑起来 高贵的血族 呵呵 在我看来你们每个人连猪狗都不如 丹尼斯 把他抓起来吧 他已经疯了 威尔逊淡淡说道 是 丹尼斯宁笑着就要上前 正在这时 一个淡然的声音在所有血族耳边响起 应该都在这里了吧 听到这个声音 众多血族们为之一愣 瑟琳娜却露出极为宠目的神色 恭敬的一切身 大人 基本都到齐了 很好 薛安领着安言 脉步走到了台前 人类 很多血族微微惊呼 而昆蒂娜也紧随其后走到了薛安身后 怎么会有卑贱的人类混进来 哈里曼 你怎么看守血门的 有血族惊怒地说道 被瑟琳娜 被瑟琳娜做得鼻青脸肿的哈里曼文言一颤 赶紧走出来 苦笑着说道 当时瑟琳娜大人口口声声说这是她的朋友 而且我不让进 她还暴打了我一通 瑟琳娜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丹尼斯满眼狠厉地说道 瑟琳娜 咯咯咯娇笑起来 干什么 自然是将我百年来所遭受的屈辱 一点点找回来啊 听到这句话 威尔逊面色一沉 冷声道 找死 说着 一道血光便直奔瑟琳娜而来 速度之快 甚至将整个血族大殿都带动得摇晃起来 亲王之威 可见一斑 可就在这时 两根线长的手指突然出现在血盲之前 然后轻轻一加 便将这血盲夹在了手中 然后薛安才淡淡一笑 奥尔丁顿是我杀的 众多血族面色一变 薛安又看向安德鲁 你的那个后裔也是我杀的 安德鲁面色铁青 薛安环视在场所有血族 眼中光芒见朗 而我今日来死 就是为了屠灭你们这肮脏的血衫 这句话让屋里一片死急 然后才传来一声声怒吼 卑贱的人类 你将要为你的狂妄而付出代价 有血族怒吼着便悍然出手 一道道散发着森冷杀机的血盲直扑薛安 可就在这惊涛骇浪的攻势之下 薛安只是轻轻一抬手 烈火白莲 随着他的话音 一朵朵由洁白火焰构成的莲花浮现在了空中 那些血光在这白莲面前就如同见到阳光的冰雪 无声无息地消融了 一股浓郁而圣洁的气息 充斥了整个神殿 威尔逊豁然站起 冷声道 是光明之焰 杀了他 不惜一切代价 光明之焰乃是对血族充满威胁的一种神焰 血族一向对其视为死敌 现在薛安亮出了这一手自然被视为众矢之地 所有的血族都齐齐出手 无数道血光构成了一片血海 直奔薛安而来 昆蒂娜和瑟琳娜面色一白 亮枪的后退了几步 这等合集显然超出了他们两个承受能力 薛安却哈哈大笑 然后迈出一步 莲花破万法 轰 这些白脸陡然便增多了无数倍 密布了整个大殿 所过之处 火焰遮天 无数血族连横都没横 并被这火焰炼化了 丹尼斯惊惧地大喊一声 无主救我 威尔逊怒横一声 一道血光伸出 看看将丹尼斯救了过来 可哈里曼就没那么好运了 直接就被火焰炼化为了虚无 无数的喉爵或者公爵血 诸如流水一般落入薛安的手中 薛安嘴角含笑 对安言说道 老婆 拿着 安言点头 打开了戒子戒指 直接将所有的血株一起吸入其中 这一幕看得威尔逊 以及血族众多强者们目自欲猎 一起出手 灭掉他 威尔逊怒吼道 这个人类强得简直可怕 而且还有光明之焰 乃是血族的心腹大患 必须要除去 这十二位一掌最低的也是公爵顶峰 其余的便都是亲王级别 而且如安德鲁等顶级大公爵们也齐齐出手 这些血族强者的联手一级之下 威尔逊宁笑着说道 血光地狱 轰 无尽的血光将血安众人层层包裹起来 威尔逊哈哈大笑 认你如何强悍 可在我这血光地狱之中 都要被化为血水 说着 威尔逊心中满是得意 如果能将这个人类强者炼化 那么对自己的修为将大有弊益 可他的兴奋还没持续几秒 一个淡然的声音传来 赤麻 可在我看来 也不过如此而已 随着话音 一双洁白纤长的手伸出 直接将这包裹自己的血光生生撕裂开来 而后薛安从中慢慢走出 冲着目瞪口袋的威尔逊等人一笑 今天 你们都跑不了 第394章无尽白脸灭血族 随着话音 无尽白脸笼罩了整座血族神殿 洁白的花瓣如雨般落下 化为道道火焰 将阻挡他的一切通通焚毁 这一幕让所有的血族胆战心惊 人类的强者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屠杀我们血族 威尔逊惊惊惧大喊 浑身散发着浓郁的血光 苦苦对抗着这些光明之焰 却安淡淡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血族惊天兜的死 不 伟大的血族永远不会灭绝 你这个卑贱的人类 威尔逊怒吼一声 身上的血光陡然扩大了无数倍 威尔逊身后赫然出现了六对巨大的血液 甚至连身体都变为了蝙蝠形态 见到他这般 其他的十一名议长也全都怒吼一声 纷纷显露出了完全体 十二指金色的蝙蝠飘浮在半空之中 血光大盛 堪堪将光明之焰挡住 威尔逊宁笑着说道 人类 你确实很强大 可我们十二位议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话音未落 薛安淡淡一笑 有点意思 不过这才有趣 说着 信手一挥 无尽剑芒浮现在大殿之中 轰然扑了过去 威尔逊等人大惊失色 他们本以为抵挡住薛安的光明之焰 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可谁想到薛安居然还有这么一招 不过他们好歹也都是亲王级别的血族强者 在这无尽剑芒之下 依然拥有自保之力 可他们能躲开 不代表其他的血族都可以 实力稍弱一些的血族全都倒了霉 比如安德鲁 比如丹尼斯 这些血族发出一声声惨叫 然后就被剑芒吞噬了 大殿之中一片死急 只能听到剑芒个体的吸吸素素之声 以及那鲜血低落的声音 等剑芒散去 这些血族全身的血肉赫然都已经消失 只剩下站在原地的骨架 血族强悍的生命力让他们即变成了这样依然没有死去 而丹尼斯的骷髅却站抖着 因为瑟琳娜正拎着棒球棍 满脸杀气地走来 到了此时她居然还能说话 饶命 她冲着瑟琳娜求饶 可回应她的 只有一记挟带着风生的棒球棍 砰 瑟琳娜将百年来积攒的怒火全都集中到这棒球棍上 鼻棍之下丹尼斯的骷髅头就被击碎 丹尼斯亮枪倒地 瑟琳娜眼中满是疯狂的杀气 上前一步 抡圆了棒球棍就开始了疯狂地打砸 惨叫声逐渐微弱下去 瑟琳娜出手之狠 甚至将丹尼斯的骨头都砸成了粉末 就算血足不死 可这么重的伤势之下 丹尼斯的重生也无济于事了 只能削弱地大喊 亲王大人 就我 威尔逊在半空之中看得眼皮一个镜跳动 瑟琳娜的出手之狠毒 让她看了也是心惊肉跳 而这个时候瑟琳娜停了手 剧烈地喘息了几声 伸出舌头舔了舔脸上溅落的鲜血 然后抬起头 神经直地咯咯娇笑起来 我亲爱的始祖 伟大的亲王大人 别着急 下面很快就轮到你了 威尔逊被瑟琳娜眼中的疯狂 吓得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居然害怕了 不禁面色一沉 冷声道 不要觉得你有了一位强大的靠山就能如何 作为我的后裔 我让你生你便生 让你死你便要死 说着 威尔逊一指瑟琳娜 死亡 作为瑟琳娜血脉的始祖 她确实可以掌控瑟琳娜的生死 往常只要这么一指 瑟琳娜就要化为飞灰而死 可这次 瑟琳娜只是眨了眨眼睛 然后满脸不屑地看着威尔逊 怎么可能 威尔逊大惊失色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已经让你的这位后裔灵魂认主 现在 你的那些血统羁绊已经完全失效了 缺安这时候在一旁淡淡地说道 这时 经过一阵无尽剑芒的洗礼之后 整个大殿之中还存活的血族已经寥寥无几 也就剩下了十二一掌 还有奄奄一息的丹尼斯等几个血族 这时候丹尼斯被砸成粉末的骨头又开始慢慢蠕动 重新结合在一起 可瑟琳娜头也不回 随手一棍挥出 这些骨头就又被砸成了粉末 并传来了丹尼斯绝望的痛呼 如此几番之后 丹尼斯的重生速度已经极为缓慢 而且连气势都已经低落下来 显然 他这时候已经瀕临死亡的边缘 威尔逊深吸一口气 然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人类 你到底怎样才肯放过我们血族 缺安淡淡一笑 很简单 等将你们都凝练为血珠之后 威尔逊其的面色铁青 一咬牙 虽然心中惊惧 可是已至此 也只好拼命了 那你就去死吧 威尔逊说着 整个人陡然化作流光 直扑血安而来 而且瞬息之间 他就已经冲破了十倍因素 这就是血族亲王全力出手的威力 可就在他须于肩冲到薛安面前的那一瞬 薛安突然一伸手 便好像轻描淡写的灰苍蝇一般 直接将这威尔逊扇到了一边 论实力 亲王实力的威尔逊 大概相当于人类的长生修为 对于连金仙都能抹杀的薛安来说 这个实力纯粹就是来送菜的 所以一掌之下 威尔逊直接被扇倒在地 威尔逊趴在地上 还在发猛的时候 薛安一脚踩住了他的后背 然后抓住了他后背上的翅膀 猛然一用力 咔嚓 一对巨大的血液就被薛安生生拔了下来 威尔逊凄惨至极地喊了一声 然后生生痛晕了过去 这一幕也看得那些残余的血族们心惊胆战 这个男人出手太过血腥和霸道了吧 薛安却没有打算放过这个所谓的血族亲王 亲手连拔之下 很快就将威尔逊后背的几对翅膀全都拔了下来 到后面 他每拔一下 这个威尔逊就痛得战斗一下 最后薛安拍了拍手 冲一脸杀奇的瑟琳娜点点头 现在他归你了 瑟琳娜喜极而泣 是大人 出着上前拎起威尔逊的脚踝 猛然抡起来 就好像抡鞭子一样 哐哐哐地猛砸了几下地面 威尔逊被砸得悠悠行转 然后就看到了满脸疯狂笑意的瑟琳娜 心里一寒就要逃顿 可她的血液都被薛安生生拔了下来 一时半会她根本就恢复不了实力 瑟琳娜玩弄着手里的 一柄寒光四射的匕首 飞黑笑了起来 星王大人 下面的游戏 希望你会喜欢 不 威尔逊忽然想起当年自己虐待瑟琳娜的时候 也会在开始前说这么一句 现在却换了角色 自己成为了被虐待的那个 第395章 无绝无惧轻生死 话音未落 一道寒芒闪过 匕首猛然刺进威尔逊的手掌 将其死死定在了地上 剧痛让威尔逊惨叫一声 瑟琳娜握住匕首的刀柄 慢慢地转动着 每转动一下 威尔逊就疼得浑身一颤 瑟琳娜也就笑得越发疯狂 当初你所似于我的 这次 我必当时被奉还 瑟琳娜平静地说道 可话语中所蕴含的刻骨恨意 却让人不寒而栗 剩余的那些血族见状怒吼一声 琪琪冲来 想要救出威尔逊 哄 他们刚冲到境前 无数洁白的火焰就将其牢牢困在当中 缺安目光闪烁 淡淡道 别急 一个一个来 说着 火焰就将所有的血族吞噬了 虽然其中的实力强横着奋力撑起血光 试图抵抗这火焰的攻击 可他们的抵抗就好似躺臂当车 只维持了不过几个呼吸 便轰然破碎开来 惨叫声震撤整个血族大殿 然后戛然而止 这些议长们全都被薛安的火焰炼化为了血猪 然后落到了薛安的手上 薛安拿起一枚看了看 然后满意地点点头 亲王所炼化的血猪要比公爵的大很多 其中所蕴含的规则之力也要强盛很多 至此薛安已经有了差不多几十枚的公爵血猪 七八枚亲王血猪 而这一幕也让威尔逊心中最后的一丝幻想化为了泡影 这个男人简直就如同魔神一般 居然将所有的血族都涂灭殆尽 薛安转头看向瑟瑟发抖的威尔逊 微微一笑正要说话 突然威尔逊的眼中现出了烟红的血盲 整个人的气势也陡然变得古傲而强大 是谁居然敢图灭我的子民 随着话音 威尔逊整个人漂浮到了半空之中 整个人身上的气势都在急速攀升 背后的翅膀也在瞬间就恢复如初 并且又长出了第七对翅膀 翅二代血族昆蒂娜金句的大喊一声 却安眼神微微眯起 饶有兴致的看了会 然后遗憾的摇了摇头 只是一个投影 可惜了 威尔逊微微一争 凡人 你让我很惊讶 居然知道投影 没错 我的本体正在血界之中 可你居然涂灭了我这么多的子民 我不得不过来 说着 威尔逊低头看向一脸疯狂恨意的瑟琳娜 皱了皱眉 身为血族的后裔 居然敢反噬其主 你可知罪 瑟琳娜毫不畏议 飞飞笑了起来 知罪 当初我被其残忍折磨的时候 你们这些家伙又在哪里 现在却问我知不知罪 你这卑微的侯爵 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 二代写足怒吼道 瑟琳娜文言冷笑 然后恶狠狠地伸出了两根手指 这就是我的态度 威尔逊面色渐渐阴沉下来 冷痕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随着话音 一道雪光便直奔瑟琳娜而去 这雪光上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甚至将所过之处的空间都挤出了层层波澜 可面对这么强大的攻击 瑟琳娜毫不畏惧 嘴角反而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无觉无惧轻生死 这才是他被称为小魔女的缘故 正在这时 一缕剑猛猛然出现 将这道雪光声声击碎 而后薛安淡然的声音传来 我早就觉得 光凭这些所谓的亲王 根本支撑不了写足这么多年的嚣张 果然 他们的背后有你们这些所谓的二代在撑腰 赤麻 威尔逊露出民众之色 他这次降临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仓促之下 根本没有准备太强大的能量 所以他才想着出手训诫一下这几个血族 然后再对付薛安 但薛安的霸道和强悍 还是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人类 你宁恋我血族那么多的强者 我都没有找你算账 你还准备插手我血族的事物吗 威尔逊冷声道 薛安淡淡一笑 你搞错了一件事 我这次来血山 本就是奔着你们这些顶级强者来的 说着 无数的剑芒冲天而起 直奔半空中的威尔逊 狂妄 这位降临于威尔逊体内的二代血族终于被惊悟了 浓厚到划不开的血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然后迎上这些冲来的剑芒 叮叮叮 一声声细微的响声后 剑芒剑刺明灭 却全却毫发无损 这个二代血族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正准备说什么 突然 一只拳头从背后直接轰来 他大惊失色 就想躲开 可在这时 一个淡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动 天地 轰 他根本就无法躲闪 这一拳直接就从后背刺入 然后从胸前冲出 这二代血族痛吼一声 低头看了看突然出现的拳头 然后怒道 人类 血族已经回归 我们马上便会重新降临此界 到时候 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薛安冷声道 呱噪 这时 威尔逊的整个身体就如同风中之沙 渐渐散去 成为了虚无 至此 血山之上所有的血族被薛安一人屠灭 伦敦 家里和阿龙所寻着微弱的气息来到了农场之外 阿龙所奔在草丛中查看了一番 然后站起身来 轻轻拍了拍手 神情为妙地说道 这里有两股自然之力冲撞后留下的痕迹 哦 这么说来 有别的势力和暗夜精灵争斗过 应该是 在欧洲 能拥有自然之力的 除了精灵一脉 就是黑暗的鲁伊了 黑暗议会的人居然也插手这件事了 家里皱着眉头说道 阿龙所黑黑一笑 暗夜精灵现在越发是围 自然有很多人想咬上一口 不管那些了 你还是尽快地找出进入精灵秘境的入口吧 家里点点头 闭上眼感受了片刻 一指那棵大树 这里应该就是入口之处了 阿龙所眼前一亮 好 找到入口 那么剩下的就好办了 说着 阿龙所轻声迎送道 神说 一切荣耀尽归于我 一团散发着圣洁光辉的光剑便出现在他手中 然后猛然披落 卡 这棵大树应声被斩为两半 一起被展开的 环有通往精灵秘境的路 第396章代表月亮惩罚你 精灵秘境 却想薛念以及伊莎贝拉正在森林里玩捉迷藏 这次轮到伊莎贝拉抓了 贝拉 你可不许睁开眼偷看哦 恋恋憨憨地说道 玩了半天的捉迷藏 就他被抓住的次数最多 因此特意叮嘱道 伊莎贝拉笑着点点头 好 我肯定不偷看 开始 伊莎贝拉闭上眼睛 先摸出了50个数 然后睁开了眼睛 四下巡视一番后 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哎呀 这次都藏到哪里去了呢 伊莎贝拉一边说着 一边往丛林深处走去 一直等走到了一处草丛前 她才站住了脚步 强忍着笑意说道 念念 我都已经看到你了 还不出来吗 草丛没有动 反倒是旁边的一个树洞里 人影一闪 然后薛念撅着嘴巴从里面钻出来 满脸郁闷地说道 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第一个被逮住呢 这次轮到伊莎贝拉惊讶了 哎呀 是我看错了 我还以为你藏在草丛中呢 谁想到炸了一下你就出来了 听到伊莎贝拉的话 薛念更伤心了 肉呼呼的包子脸都皱到了一起 幻影 你们都是幻影 没想到精灵也会骗人 伊莎贝拉哭笑不得 我可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只是随口那么一喊 结果你就自己出来了 这可不赖我 哼 薛念扭过脸去 气鼓鼓地不说话了 奇怪 想想藏到哪里去了呢 伊莎贝拉四下巡视 试图找出薛想的藏身之地 可相比起薛念的天真烂漫 薛想可就很有点小大人的样子了 就连玩起游戏来也是赢多输少 伊莎贝拉找了一圈 一无所获 不惊无奈地说道 好了 我认输了 想想你快出来吧 话音刚落 就见薛想笑嘻嘻的声音从树上传来 两个笨蛋 我在这呢 伊莎贝拉和薛念抬头看去 就见薛想站在一棵大树的顶端 正满脸得意地看着自己 哇 姐姐好厉害 居然藏到了树上 薛念一脸感叹 伊莎贝拉更是有些傻眼 打亮着这么高的树 不禁问道 你是怎么上去的啊 薛想站在树上 得意地笑道 很简单啊 这些树木很听话的 说着 这棵大树便伸出了一根枝丫 拖住薛想 缓缓将它送到了地面之上 咦 你居然也能控制树木了 伊莎贝拉有些惊讶 是啊 昨天我就学会了呢 薛想笑咪咪的 煞事得意 薛念羡慕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姐姐 怎么弄得 教教我好吗 很简单啊 你就冲着这些树木心里默念就好了啊 薛念文言立马冲着一棵大树开始闭目默念 然后苦着脸说道 姐姐 为什么没用啊 薛想也有些惊讶 怎么可能 很简单的啊 你都说什么来啊 我说我想吃冰激凌 让大树哥哥给我变一个出来啊 薛念 眨巴啄眼睛说道 薛想一无眼睛 气得直跺脚 傻念念 大树怎么可能给你变出冰激凌呢 不 薛念低头沉思了片刻 又兴奋的抬起头来 那汉堡包可以吗 薛想 伊莎贝拉 正当他们三人玩耍的时候 在他们上空 一个黑暗的气旋突然出现 家里和阿龙索 以及他们的手下全都从中走了出来 家里居高临下地看了看站在地上的三个小姑娘 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而贪婪的笑意 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啊 一进来就能看到这么漂亮的三个小姑娘 你们是谁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 伊莎贝拉面色一尘 将薛想和薛念护在身后 冷声喝道 我们 家里脸上浮现出圣洁的光芒 淡淡道 是给你们送来光明的使者 感受到光明气息后的伊莎贝拉面色大变 是教会的坏人 快走 说着 伊莎贝拉犹如惊弓之鸟 一手抓着薛想 另一只手拽着薛念 就往母树方向狂奔 家里一脸悲天悯人的笑容 轻声叹道 一端就是一端 我们可是侍奉神的人 居然叫我们坏人 阿龙索此刻早就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那贪婪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薛想和薛念 文言宁笑道 家里 这两个居然不是精灵族 而是人类 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 简直是意外之喜啊 这两个归我了 家里点点头 阿龙索黑黑凝笑着就冲了过去 从狂奔中的三人上空掠过 然后落在地面上 挡住了去路 小丫头 乖乖地束手就擒 叔叔不会伤害你们的 阿龙索自认为自己笑得很慈善 可在三个小姑娘眼中 这个人的笑容简直恶心而猥琐 却想这个小丫头向来牙尖嘴利 催了一口道 呸 你才不是叔叔 你是个大坏蛋 却念生性憨厚 不会骂人 只能连连点头 姐姐说得对 嘿嘿 骂吧 越骂我就越是兴奋了 阿龙索变态地笑着 一挥手 几道十字光芒便直奔三人而来 当初捆服依莎贝拉的就是这一招 不过此刻在阿龙索手中施展开来 威力更为强大 依莎贝拉惊叫一声 几时诸腾曼伸出 就想抵抗 可无奈 他的实力还太过弱小 根本不是阿龙索的对手 腾曼在光明十字架前瞬间就化为了飞灰 就在阿龙索自觉胜券在握的时候 却想和薛念琪琪拽出爸爸给他们的那的平底锅 大喊一声 美少女变身 阿龙索以及家里等人听得为之发笑 认为不过是两个小姑娘的痴语 可没想到 这平底锅迎风变长 瞬间就成为了一口硕大的青木平底锅 然后照着扑来的十字光芒就是一拍 轰 十字光芒在阿龙索的木凳口袋中被生生拍灭 薛想和薛念琪琪在手 十分得意的杨琪小脸 大坏蛋 今日我们两姐妹就要代表月亮惩罚你 奥特曼出击 轰 平底锅陡然飞出 带着强悍的气势直奔阿龙索 阿龙索浑身一颤 赶紧一闪身 躲开了这一击 可还没等他得意 这平底锅去而复返 直接从后面拍在了阿龙索的背上 巴基 阿龙索就被拍倒在地 而后这平底锅挟带着风雷之声便砸了下来 阿龙索吓得大叫一声 神说 因信仰而不朽 哼 一道白色的光幕堪堪挡住了这一记平底锅 可还没等他喘口气 薛念也一仰手 奥特曼去打大坏蛋 这口锅瞬间冲了过来 直接将光幕击碎 哼 两口锅习习拍下 一道剧烈的冲击波之后 在看地面之上 已经只有一个人行的大坑了 姐姐 大坏蛋死了吗 薛念问道 不知道 薛想摇了摇头 正在这时 就见浑身焦黑的阿龙索从地下冲出 满脸的滔天怒火 我要杀了你们 第三百九十七章圣气光明就约 姐姐 这个大坏蛋没死 薛念喊道 不用喊了 我看到了 既然一下没死 那就再来一下 薛想的小脸冷若寒霜 一指平底锅 奥特曼 杀了这个大坏蛋 平底锅又一次升起 直奔半空中的阿龙索而去 阿龙索此刻已经濒临暴走的边缘 自己居然被两个小姑娘给打了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在光明骑士团里混 现在唯一能挽救回名誉的方法 就是把这几个小姑娘统统杀光 因此阿龙索迈出一步 迎送道 神说 应归反而救赎 一道道圣洁的白光笼罩了他 化为了一整套的光明铠甲 这时平底锅也已冲道 阿龙索冷恒一声 上前一步 居然硬抗了这一击 轰 阿龙索身上的铠甲微微闪烁了一下 来势汹汹的平底锅就被弹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阿龙索手中出现了一柄圣光长剑 鸣笑着说道 受死吧 说着 长剑便轰然劈落下来 三个小丫头吓得一闭眼 就在这时 一道道粗大的藤蔓突然出现 将三个小丫头牢牢护住 圣光长剑砍在上面 虽然砍断了无数的藤蔓 可这藤蔓就如流水一般 连绵不绝 随灭随生 很快就将这来势汹汹的一剑给挡住了 而后精灵母神克洛里斯的身影渐渐浮现出来 身为光明骑士 却对几个孩子下如此狠的手 你们光明教会已经堕落至此了吗 克洛里斯的声音之中饱含着怒气和一丝后怕 他之所以现在才感到 是因为家里和阿龙索这群人进来的时候用教会秘法遮蔽了气息 从而完美地骗过了克洛里斯 一直到刚刚薛想和薛念身处险境 激发了身上的自然女神之守护 克洛里斯才发觉到了不对劲 立马赶了过来 在他看来 若是自己再晚来一些 三个小姑娘估计都得出事 不过克洛里斯不知道的是 想想和念念身上有薛安所下的各种守护法咒 如果刚才阿龙索的剑在下批几公分 就会触发这些守护 到时候 别说阿龙索 就是光明教会的裁判长亲智 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个时候 家里带着教会的众人也已来到了阿龙索身边 一行人都用贪婪的目光看着克洛里斯 卫神 而且还有北欧神格的气息 哈哈哈哈 这次转大发了 阿龙索喜不自禁 对于他们这些光明教会的人来说 能俘获或者消灭一尊卫神 乃是最大的功劳 甚至能让犯下诸多错误的阿龙索 直接官赴原职 重新去做光明骑士团的副团长 克洛里斯一皱眉 光明教会的人 我的子民们一向安分守己 而且秉姓中立 你们这么多年来却诸多欺压 真是以为我精灵族好欺负吗 随着克洛里斯的话音 无数的藤蔓在其身后起伏不定 连整个森林的树木也全都伸出了尖锐的枝压 对准了阿龙索等人 而这个时候 感受到女神愤怒的精灵族人也纷纷赶到了现场 看着这么多面容俊美的暗夜精灵出现 家里和阿龙所相识一笑 然后家里才淡淡地说道 为神 你妄称神灵 这便是你最大的原罪 至于你的这些子民 若肯归降 或可赎罪 呸 我们根本就不认你口中所谓的神 光明害虫 赶紧滚出去 否则我们一定让你们好看 伊福洛暴怒地喊道 此时他的修为已经恢复 正是信心爆棚的时候 家里微微一笑 恭敬地从怀中掏出一本羊皮纸的书籍 这本书一出现 克洛里斯惊叫一声 光明就约赴科本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家里呵呵一笑没有说话 而是准备翻书 这时候伊福洛再也按捺不住 一根由自然之力构成的标枪便出现在他手上 然后猛然直出 克洛里斯也知道形势不好 如果仅仅是一个红衣大主教和光明骑士 那么他还不拒 但现在这个红衣大主教手里居然有光明旧约的复科本 虽然是复科本 可那也是圣器啊 克洛里斯一咬牙 自然结界 无尽的绿色之力笼罩了方圆十几里的范围 身为这个秘境的神灵 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绝对的掌控力 此次毫不留情的出手 威力自然惊人 所有的精灵都觉得精神一阵 浑身的修为增强了好几倍 伊福洛直出的自然标枪更是变大了几十倍 声势极为害人 可刚冲到近前 就见阿龙索一剑挥出 咔嚓 正光长剑和自然标枪齐齐折断 伊福洛大喊一声 一起动手 所有的精灵族人都动用了他们警惠的杀招 阿龙索冷恒一声 身上的光明铠甲光芒大圣 居然仅凭一己之力就挡住了这些攻击 牢牢地护住了身后的家里 而这个时候 家里已经翻开了第一页 脸上全都是圣洁的光辉 淡淡道 神说 要有光 哼 随着他的念诵 无尽的光芒从天而降 整个精灵秘境都开始震动 刚刚还生机盎然的森林 在这光明的洗礼之下迅速的枯萎起来 众多精灵们更是觉得浑身都被束缚住了一样 十分的难受 克洛里斯面色极为难看 对方紧凭一句话就破掉了他的自然结界 这个实力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可是已至此 他也不能束手待毙 因此冷恒一声道 万物归于自然 在白光之下节节败退的绿色陡然一阵 然后开始奋力反击 克洛里斯浑身的光芒也越发的强盛 这是他在以燃烧神力为代价对抗光明神力 可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又翻开了第二页 淡淡道 神微如玉 轰 无尽的白光陡然笼罩了所有人 然后化作一个一个的牢笼 将每个人都困在了其中 克洛里斯也不例外 困住他的牢笼都是最精纯的光明神力 并且直接切断了他跟外界的联系 再强大的神灵 如果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外界 也会变得虚弱不堪 克洛里斯浑身的光芒开始急速退去 最终只剩下了一个面色恍然的年轻女子 而众多精灵们也都被困在自己的牢笼之中 根本无力反抗 阿龙所得意地大笑起来 好 家里大人果然厉害 家里唯唯一笑 一切都是神的荣耀 第398章上古圣受之守护 家里的心情也很好 这次出来 他特意将珍藏的光明旧约一起带来了 当然 这不是真正的旧约 真正的旧约和光明神观 以及光明圣剑号称三神系 都被历代教宗所掌管 他手里的旧约乃是上古圣贤复刻出来的 一共复刻出了三本 虽然不是真正的旧约 但也算是威力强大的圣器了 没想到居然真的用上了 而且还一下子俘获了这么多的暗夜精灵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卫神 只要将这个神灵献上去 那么自己将会得到大人们更多的嘉奖 甚至以后可能进入教会核心 想到这里 家里的心中不经一阵的火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下面忽然传来了一声小姑娘的痛呼 几人低头看去 就见薛念握着自己的一根手指头 痛得大眼睛之中满是眼泪 依莎贝拉以及尤娜等人全都担心地喊道 念念 你没事吧 薛念摇了摇头 眼泪汪汪地说道 我就是摸了一下这些白光 结果就把我的手指割破了 这些人简直都是大坏蛋 薛念的话让家里唯唯一笑 正准备收拾战果 正在这个时候 从薛念身上突然现出了一道无比浩瀚和强大的气势 在这气势之下 困住他的白光就好像烈日下的冰雪 急速消融了 并且连周围的白光都在这强大的气势下一扫而空 家里和阿龙所等人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怎么可能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气势 阿龙所惊叫一声 可这还只是个开始 薛念身后陡然浮现出了一道巨大的昆蓬虚像 虽然只是虚像 可依然有着无比古傲强大的气息 似乎是被这气息所激发 一脸茫然的虚想身后也一阵波动 然后现出了一只猪雀的虚像 家里和阿龙所简直都看傻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神兽 可那强大的气势是做不得假的啊 但这依然只是个开始 一道道虚像开始逐个浮现 青龙 麒麟 玄武 白虎 啤修 白泽 凤凰 碧方 勾尘 这一尊尊强大无比的上古圣 受威严的出现在空中 到最后甚至将整个天空都给遮蔽了 强悍无比的气势让整个精灵秘境都开始震动 甚至有瓦解的迹象 家里和阿龙所面色惨白 浑身瑟瑟发抖 因为在这种天地之危面前 他们显得那么的渺小 克洛里斯也是瞠目结舌地看着 然后忽然苦笑起来 他明白了 这都是薛安担心女儿的安危 所以给他们下的守护法阵 可这守护法阵也有些太离谱了吧 简直就是将上古圣兽们全都施展出来了啊 就在这个时候 薛祥反应过来 一直家里和阿龙所等人 他们都是大坏蛋 随着薛祥的一声令下 这些强悍的圣兽须向便骑其俯下身子 就如同看蝼蚁一般地看着家里等人 无尽的攻击如流水一般落下 青龙神艳 凤凰之火 玄武之力 白虎之沙 这些虽然都不是真的圣兽 可威力依然惊人 跟着家里来的这些教会成员连横都没来得及 横一生 便被这些攻击直接泯灭为虚无 阿龙所坚持的稍微长久一些 但一个呼吸之后 他身上的光明台甲也寸寸断裂 吓得他尖叫一声 家里大人 快救我 家里一咬牙 将光明就约举过头顶 沈恩如海 随着他的喊声 光明就约突然开始燃烧 而随着这件圣器的燃烧 一道道强悍无比的白光也随之绽放出来 这些圣兽毕竟只是虚像 而非实体 足以纷纷在这些燃烧圣器所发出的白光之下被极为了虚无 等最后轰然的一道白光之后 这些圣兽全都解体消散了 而一起消失的 还有那本光明就约 家里心疼的都在滴血 这可是整个光明教会都只有三本的圣器啊 这下可亏大了 阿龙索却长出了一口气 心有余悸地看了薛祥和薛念等人 然后宁笑起来 呵呵 居然害死了我们这么多人 你们都要沦为奴隶 到死都要赎罪 众多精灵们面色惨然 克洛里斯努力地想聚拢自然之力 可刚刚家里的那一集 已经将方圆十几里范围内所有的自然之力都清空了 现在充斥在周围的 都是光明之力 这让她变得虚弱无比 先收拾了这两个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小姑娘 家里心有余悸地吩咐道 阿龙索点点头 我知道 就看我的吧 说着 就直扑薛想和薛念 两个小丫头尖叫一声 可就在这时候 一个饱含着滔天杀意的声音自天空之上传来 居然敢欺负我女儿 众人齐齐一惊 抬头看去 就见一道流光急速飞来 正好冲到了阿龙索进前 速度之快 甚至让阿龙索都没来得及反应 一记带着无上愤怒的拳头便已轰出 直接轰在了阿龙索的脸上 轰 这一拳之下 阿龙索的脑袋直接如烟花一般绽放了 而后她的身体就如同被什么东西碾压过一样 寸寸断裂开来 鲜血洒满长空 一拳 这位曾经的光明骑士团副团长阿龙索 就被直接集为碎块 这时候众人才看到立于半空之中的 乃是一位满脸滔天杀意的男子 一见到这个男子 虚想和薛念便欢呼雀跃起来 爸爸 爸爸 你终于来救我们了 没错 来得正是薛安 此刻的薛安 心中满是滔天的愤怒 她刚刚涂灭完雪山 正准备返回S国 突然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心迹 然后就感觉到自己在两个女儿身上 所下的守护法阵都被触发了 这让她大惊失色 这肯定是两个女儿遇险了 她立即打算通过克洛里斯给她的印记返回精灵秘境 可没想到克洛里斯被光明所困 因此印记居然失效了 薛安狂怒之下 直接燃烧修为 一步横跨了上千公里 直接回到了伦敦郊外的农场 这才闯了进来 当她看到自己的两个女儿安然无恙后 心才微微松了下来 然后才是足以焚灭诸天的愤怒和杀意 薛安修仙三千年以来 只有一个原则 赶上安言和自己两个女儿的 不管你是万界至尊还是九天神佛 必杀之 而光明教会 终于惹到了一个他们不该招惹的人物 第399章光明教会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薛安先低下头来冲自己的两个女儿温柔一笑 乖女儿 先等爸爸把这些坏蛋统统消灭了 嗯嗯 爸爸 这些大坏蛋真可恶 把我的手指都给划破了 薛念委屈地伸出手指开始告状 虽然现在那道小伤口已经愈合了 可薛安看得依然是心疼无比 念念别怕 爸爸现在就给你报仇 说吧 薛安转头看向孤零零地站在半空中的家里 眼中满是熊熊燃烧的杀意 光明教会 家里浑身一颤 精具地看着薛安 颤声道 你 你居然敢杀光明骑士 圣骑士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阿龙索的死 是最让家里害怕的 毕竟那位圣骑士大人是最为护短的 如果他知道阿龙索死了 一定会迁怒于自己 薛安文言却笑了笑 圣骑士 不 很快就没有了 倒是你 今天必须的死 家里先是一愣 然后浮现出金木交加的神色来 你可知道你在对谁说话吗 我可是英国教区的红衣主教 话音未落 薛安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便出现在家里的身前 淡淡道 以后就没有什么红衣主教了 因为连你所在的教会 也将不复存在 说吧 洁白的火焰浮现 家里浑身一颤 难以置信地大喊 光明神焰 你怎么会有这种神焰 缺安淡淡道 你们所崇拜的神道士 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这神焰怎么轮得到 用他的神明来命名 你到底是谁 家里惊惧地大喊 覆灭你们光明教会的人 缺安淡淡地说道 随手一挥 洁白的火焰便将家里整个覆盖了 火焰之中的家里 发出了几声淒厉的惨叫 然后便被烧为了虚无 至此 敬犯精灵 秘境的光明教会成员 全部生死 缺安落下地面 先迫不及待地 将两个女儿抱起来 仔细地查看了一遍 发现确实没有受伤 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候 克洛里斯走了过来 满脸羞愧地弯腰说道 大人 是我没有看过好两位小姑娘 请您责罚 见到母神这么说 所有的精灵族人 齐齐跪下 大人 是我们看顾不周 请您责罚 缺想说道 爸爸 都怪这些大坏蛋 你不要责怪母神姐姐 还有他们呢 缺念也说道 是啊 姐姐说得对 缺安一笑 冲一脸歉意的克洛里斯说道 起来吧 这件事不能怪你 怪只能怪光明教会的人 听到薛安这么说 克洛里斯才直起腰来 爸爸 妈妈呢 却想问道 薛安笑了笑 我察觉到这边出事 便立即赶了过来 你们的妈妈速度比我慢 所以等稍等一下才能到 正说着 安言手里拎着平底锅 也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了精灵秘境之中 谁 是谁敢伤害我女儿 一贯温柔的安言 此刻也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咪 彻底地炸了毛 满脸都是杀气 妈妈 坏蛋都被爸爸给消灭了 却想和薛念赶紧从薛安怀中蹦下 然后扑了过去 安言蹲下身 紧紧抱住两个女儿 心中也是惊魂未定 刚刚她也被吓坏了 薛安突然之间暴怒 并告诉安言 两个女儿那边可能出事了 她要先走一步 说完便消失在了天际 安言听到这句话 心里简直要炸了 立刻紧随其后的野往悔赶 以她的实力 还不足以这么快就回到伦敦 好在有瑟琳娜和坤蒂娜这两个血族的帮助 这才堪堪赶了回来 虽然安言对薛安充满了五脑般的自信 可一路上心里还是七上八下 现在看到妇女三人都安然无恙 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候薛安一挥手 便将充斥整个精灵秘境的光明之力驱散 自然之力重新回归 枯微的树木开始重新生长 众人回到了精灵武术克洛里斯又一次正式道歉 薛安摇了摇头 我说过 这件事和你们无关 过错都在光明教会 光明教会 安言听到这句话 恨得只咬牙 而克洛里斯则说道 大人 那您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便杀人 这个光明教会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薛安淡淡地说道 他的话引来了一阵轩然大波 很多精灵面面相许 实际上他们刚刚都听到了薛安对家里所说的话 可这些精灵还以为 那不过是薛安随口一说罢了 没想到 薛安居然来真的 可是这可能吗 毕竟对方可是辉煌了上千年之久的光明教会啊 可一贯好脾气的安言此刻也忍不住点头道 老公 我同意 这群家伙简直作恶多端 是该收拾他们一下了 而克洛里斯眼前则是一亮 若是薛安真能将光明教会铲除 那暗夜精灵的日子将会好过太多 而这种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事 又怎能袖手旁观坐享其成呢 想到这 他一躬身 克洛里斯愿随大人征战 见到自己的母神这般 所有的精灵也齐其躬身 愿随大人征战 薛安淡然一笑 这时后路那长老又说道 大人 您修为爵士 可对方乃是统治欧洲几千年之久的庞大势力 所以单靠您一个人 可能力有不大 不如我们发布消息 这样也可以引来同仇敌忾之人 薛安不至可否 但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好 那你就负责这件事吧 是 很快 整个欧洲便轰传开了一个消息 英国教区的红一大主教 以及光明骑士团前任副团长全部陨落 杀人者 薛安是也 这个消息本来就足够震撼的了 但紧接着传来的消息 才是真正让人瞠目结舌 薛安放言 要将光明教会彻底铲除 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一样 整个欧洲都因为这件事而剧烈震动起来 诚然 这些年来的光明教会日渐不得人心 而且和中世纪的全盛之时也不可同日而语 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黑暗议会还有写足 这些传承上千年的庞大势力都没有消灭掉光明教会 薛安一个人 居然要单挑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庞大组织 这怎么可能 第四百章黑暗议会 乌州小镇 经过这段日子的刻苦修炼 范梦雪进步神速 现在甚至已经能用出一些高等黑乌术了 这样的进步速度 令阿纳斯塔西亚赞叹不已 天才果然是不讲道理的 阿纳斯塔西亚正在感叹 空间突然一阵轻微的扰动 然后一风散发着黑气的信间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阿纳斯塔西亚唯唯一愣 这是黑暗议会在发生了极为紧急的事情后才会用的加急性 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阿纳斯塔西亚打开信一看 面色不由的大变 信间之上将事情写得很清楚 英国教区红一大主教家里 光明骑士团前任副团长阿龙索齐齐 陨落在薛安手中 同时薛安还放出话来 要灭掉光明教会 这等大事让见惯了各种大风大浪的阿纳斯塔西亚 都不经为之色变 师父 发生什么事了吗 范梦雪察觉到了阿纳斯塔西亚的不寻常 不经问道 阿纳斯塔西亚微微皱起眉头 然后审声道你把你的事处理一下 现在就跟我回黑暗议会 范梦雪争了争 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看阿纳斯塔西亚的神色也猜出应该是出了大事 不经点头 是 之前范梦雪所拍的那部电影 已经获得了所有能够获得的奖项 而后范梦雪就推掉了所有的邀约 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准备休息一段时间 而韩瑶因为一些琐事也已经回国了 因此现在的范梦雪算是一个闲人 所以很快就处理好了一切 临行前 范梦雪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师父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阿纳斯塔西亚略为犹豫了下 然后才将发生的事告诉了范梦雪 范梦雪听完 面色渐渐苍白起来 光明教会 很厉害嘛 阿纳斯塔西亚点点头 很厉害 我们黑暗议会和他们争斗了上千年 结果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下风 范梦雪眼眶渐渐红了起来 那那怎么办 他怎么这么傻 单枪匹马的去挑战这么庞大的势力 虽然范梦雪知道薛安不是一般人 实力也十分的强横 可这次的对手乃是统治了欧洲上千年之久的顶级势力 这可不是其他的阿猫阿狗所能比的啊 不行 我要去找他 范梦雪下定决心就要往外走 阿纳斯塔西亚一皱眉 你去找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我可以 阿纳斯塔西亚打断了范梦雪的话 淡淡道 就凭你现在的黑暗巫术 随便一个紫衣执事就能将你击败 你去了也是于事无补 那怎么办 范梦雪急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阿纳斯塔西亚淡淡道 先跟我回议会吧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若是薛安真的要对光明教会动手 黑暗议会也不能袖手旁观 黑暗议会位于欧洲东部的群山之中 这里根本没有可以供人类通行的道路 就算你动用飞机从空中俯瞰 也看不出丝毫的蛛丝马迹 除非用黑巫术或者其他的黑暗魔法 不然根本进入不了这里 等落下来之后 范梦雪接过阿纳斯塔西亚给他的女巫长袍 踢上之后便跟在其身后往里面走去 等绕过一道山梁之后 远处豁然出现了一座黑漆漆的古堡 古堡的大门洞开 门前似乎有人在站岗巡逻 等走近了之后 范梦雪才惊悚地发现 这些站岗巡逻的士兵居然都是一具具骷髅 领头的骷髅在见到阿纳斯塔西亚后 甚至十分有礼貌的一弯腰 用干瘪的声音说道 女巫大人 您回来了 天哪 居然还会说话 范梦雪惊奇地瞪圆了双眼 阿纳斯塔西亚却见怪不怪地说道 其他几位大人都回来了吗 都已经回来了 正在里面等您 阿纳斯塔西亚点点头 领着范梦雪就往里面走 在往里走的时候 阿纳斯塔西亚轻声道 那是骷髅魔兵 是一个很讨厌的家伙弄出来的 专门用来看守议会大门的 塔西亚 我在这里就听到你在背后议论我了 这可不是淑女应该做的 一个声音传来 阿纳斯塔西亚文言冷笑了一声 卡尔萨斯你要是再敢叫我淑女 信不信我将你的骨头都拆了 一边说着 阿纳斯塔西亚一边领着范梦雪走进了一个大厅之中 这大厅布置十分之简单 只有中间的一个椭圆形会议桌 此刻围绕着桌子坐着几个人 不过这些人简直太挑战想象力了 其中有一个即便坐着身高也在三米左右的巨人 浑身的肌肉都如同雕刻出来的一样 充满了爆炸性的美感 还有一个浑身似乎都打着马赛克的女人 面容也完全看不清楚 但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和阿纳斯塔西亚斗嘴的那位 这个人穿着一身西部牛仔的装扮 戴着一个宽大的帽子 可在帽子下 却是一个骷髅头的造型 此刻 这个骷髅居然正在好征以侠地喝着红酒 范梦雪很好奇 这红酒到底是怎么喝进肚子里的 见到阿纳斯塔西亚进来后 屋里的众人纷纷点头致意 而后就听卡尔萨斯发出了一阵干涩的小声 现在女巫也回来了 我们的议会可以开始了 咦 这位是谁 卡尔萨斯对范梦雪产生了兴趣 阿纳斯塔西亚淡淡道 我刚收的徒弟 女徒弟嘛 我已经闻到若有若无的女子清香了 肯定是个美女对不对 卡尔萨斯笑着说道 阿纳斯塔西亚冷声道 当然是美女 不过你都已经是骷髅了 还不是只能看着 看看也好 美好的肉体总是值得赞叹的 而且你新收的徒弟 难道不介绍大家认识一下吗 卡尔萨斯笑嘻嘻地说道 阿纳斯塔西亚点点头 孟雪摘下帽子 范孟雪依言将长袍的都冒摘下 露出了熔眼 屋里安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 才听到卡尔萨斯近乎身影地说道 天哪 这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位女明星 范孟雪麻 我可以做的那位女明星